第六百九十一集 祖庭四圣 此地不宜救流 徐映心之仙尸和金蛇一死 这处先到异常区域便算是破了 无法隐藏他们的行踪 当即便要离去 突然他看到那仙尸的灰烬中 有一段金黄黄的东西 走上前去却是一段金绳 就是这金绳化作了金蛇 草恐仙尸作乱 徐映捡起金绳丢给胡卓君 此物乃是仙气 你拿去防身 胡卓君又惊又喜 仙气 我玲珑天宗都没有几件仙气 这条金绳威力极为不弱 可以吊死仙人 那具仙尸的脖子便是被他勒断的 此宝记起之后锁住敌人 原神也会被锁在体内 变化全无 胡卓君心花怒放 只听徐映继续说 不过我刚才查看一番 此物有个缺点 就是因为吊死仙人 那仙人的魂魄还留在绳子里 等你祭练之时 那仙人魂魄便会来夺射你 胡卓君吓了一跳 紧紧抓着金绳不敢祭练 你以玲珑塔镇守原神 放心祭练 胡卓君闻言 咬了咬牙 立刻着手 祭练金绳 果然 他刚刚祭练磁宝 金绳中一股滔天怨念 便顺着他的神石冲击而来 直接荡散他的神石 侵入他的体内 直奔他原神而去 胡卓君的原神 在自己的十二重楼中 尚未跃出重楼 沐浴摇池之水 这女子原神猛地抬头看去 便见十二重楼外 血光滔滔 一道血光直奔自己而来 那仙人尽管被吊死 魂魄依旧强大 不是他的原神所能比 眼看便要将他原神吞噬 突然金光灿灿 一座玲珑宝塔出现 将他困在塔中 胡卓君松了口气 全力催动原神 然而却恋不死那仙人魂魄 仙人魂魄左突右撞 眼看便要冲出玲珑宝塔的镇压 徐映突然抬手 双手食指千变万化 顷刻间刻画出一种种道文 食指相继点在胡卓君咽喉处 他的指令将道文打入胡卓君的 蜥蜴之域 道文化作七点悬光 飞入十二重楼 进入塔中化作七宝舍利 卓君 你的宝塔缺少七宝舍利道文 我助你一臂之力 这七宝舍利的道文 你先下石 仔细参悟 他的话音刚落 胡卓君的玲珑宝塔 威力大作 将那仙人魂魄炼成飞灰 胡卓君心中大喜 连忙撑血 徐映正欲说话 突然心中一紧 只见自己和胡卓君的影子旁边 多出了一个影子 小天尊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神后 我们说到哪里了 徐映身躯僵硬 随即又松弛下来笑道 啊 我们说到 是不是背叛的问题 小天尊走到他身边 目露杀鸡轻声说道 那么 他是不是背叛祖庭 背叛了那些 期待他一起对抗仙界的祖庭义士 徐映常常吸了口气 仔细感应 玲珑黄金宝塔的方位 准备调动这件仙家重宝 只是他也知道 玲珑天宗距离此地极远 哪怕这座宝塔此时飞过来 来到此地时 自己的尸体只怕也凉了很久了 这时 四周的仙道异常区域晃动 四个身影分别从各个方向走来 这四人高矮胖瘦 高的那人四肢修长 身高百丈 矮的那人四肢短小 有如三尺孩童 胖的那人如同一堵肉扇 手里还抓着一条长达十多丈的瘦腿 已经烤熟 不住地放在嘴边撕咬一口 至于瘦的那人 便如同两根竹竿 顶着一具排骨 排骨上插两只手臂 一个脑袋 那四人 无视那些先到异常区域 竟自从异常区域中穿过 向这边走来 小天尊心神一紧 只觉得自己被四人锁定 他在语言共通交手时 便已经察觉到 这四人向这边走来 没想到果然是针对他而来 高矮胖瘦四人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齐齐地落在许应身上 各自露出笑容 原来是祖庭四圣 小天尊目光扫睡一周 莫非你们要阻止我 祖庭四圣 胡卓君露出惊骇之色 连他们都出现了 徐映悄声说道 祖庭四圣是什么来到 胡卓君惊讶 你没听说过祖庭四圣 这四圣是四五万年前的时代 破蛮荒 替蒙昧的神人 是最早进入半神半仙的存在 他们劳苦功高 实力又强大无比 因此被尊为圣 这样的人共有四位 所以叫做四圣 他们比小天尊还要孤老 不过早在三万年前 便隐退了 之后小天尊才鸣声雀起 他激动莫名 神话中的人物也出现了 这些离恨员又热闹了 那四只短小之人仰着头 小天尊 当年的恩怨我们也都记得 恨不得要拔他的皮 抽大的金 在他坟头上捞磕 那瘦子目光 依旧在许应脸上打转 阴侧侧的 我们还要在他坟头上饿尿 对 诅咒他 羞辱他 高空中传来高个子的声音 许应眨眨眼睛 暗道一声不妙 这祖庭四圣 难道也是我当年积累的福报 那大富翩翩的胖子 呵呵笑道 不过 我们此来啊 不是来论当年恩怨的 当年恩怨再放一遍 我们祖庭四圣 乘出江湖 为的是你小天尊 那矮子仰头 声若红中 不错 你安排楚天独 与维虚传人一战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你的用心 你的目的 实际上是维虚的先王 那瘦子目光 终于从徐应身上移开 落在小天尊身上 为虚先王实力高决 你虽然天分不错 但这些年未曾出过手 你先王之间有多大差距 你并没有底 那高个子的声音从高空中传来 你已经无敌很久了 无敌太久 便容易闭门造车 你缺少对手 在先王面前很容易直轨 那胖子放下瘦腿 塌了口气 我们四个老鬼 死来便是用我们的力量 让你熟悉先王的战力 我们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都不如先王 但我们四个老鬼联手 应该可以匹敌先王 小天尊面色肃然 多谢四位道兄 私人齐齐还礼 不敢 小天尊为祖廷担惊劫 我们四人不过略表寸心 但我不会留守 正是你要全力出手 生死相伯 否则如何决战先王 许应拽了拽 胡卓军的衣袖 悄悄地向后退去 胡卓军健壮 连忙跟上他 两人向外溜去 许应脸色阴晴不定 默默取出面具 戴在脸上 心中默想 看来 我当年积累的福报不少 我尔金主义找上门来 祖廷四圣与小天尊一战 战之后 必会来寻我 再加上小天尊 我只怕再接难逃 他带着胡卓军 向离恨园匆匆而去 绕开一个个先到异常区域 突然后方传来 异常恐怖的神通悸动 沉闷而可怕 宛如有无上神力 洞穿九天 穿透大地 许应当即催动玲珑宝塔 护住自己和胡卓军 那可怕的冲击 前后有四次 四次之后 突然一切平息 许应散去玲珑宝塔 正次惊异不定 突然身边又多出一个影子 白衣袖是出现在他的身后 许应声音沙哑询问 祖听四圣的 在地上躺着 小天尊淡淡是说道 我们说到哪里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声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培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六百九十二集 诸心 许应的心越来越沉 树才祖庭四圣 每个人都要比玲珑天尊的宗主袁公通还要强横 但是面对小天尊还是一招败北 这还是四人联手的情况下 四人联手 模拟先王战力还是落败 甚至败得更快 小天尊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许应沉吟片刻 我们是才谈到的是否是背叛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无法答复你 他感受到从小天尊身上传来的杀意 于是转过身来 正面小天尊 你认为背叛的那个人 既一直被封印 他经历万事轮回 遭到万次封印 至今无法回忆起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小天尊沉默 小天尊 杀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人 你会有复仇的快感吗 我以为 只有唤醒他的记忆 让他记起往昔自己做过的事 然后再动手杀掉他 才算真正的报复 小天尊沉默片刻 杀人诛心 杀人不诛心又有什么乐趣 我在盗起之地镇压天地大道的仙气上 看到了你留下的四字封印 这些年来 你应该对这四个字深有研究 想来你琢磨这四个字 应该是打算破解这四字封印 他说的四个字 指的是灵语又语四字 小天尊用这四个字封印 一千三百仙气 企图恢复盗起之地的天地大道 然而因为没有参透四字奥妙 导致仙气还是镇压天地大道 直到许应将这四字补权 仙气才被镇压 盗起之地也因此复苏 许应试探 你破解封印的目的 应该是也想解封那人的记忆 让他死个明白吧 这一刻 胡卓军觉得 他就像是只修炼有成的弓狐狸 摇动着尾巴 做出迷惑敌人的举动 小天尊深深看他一眼 忽然衣袖浮动向前走去 你随我来 许应滥字松了口气 跟上他的脚步 心中默默说道 果然如果猜想的那样 小天尊的确对这四字深有研究 他心神有些激动 小天尊想杀他 就得帮他恢复记忆 而帮他恢复记忆 便须得帮他破除封印 显然小天尊认为 帮许应恢复记忆之后 再杀掉许应比较过瘾 倘若许应懵懵懂懂 对过去做过的事一无所知 杀他与杀鸡有何区别 杀了他之后 回想起来都会后悔 恨不得把他从坟里刨出来 再杀几次 他一日没有帮我破除封印 便一日不会杀我 倘若他毕生破不了封印 便毕生不会杀我 许应放下心来 有这样一位先王级的存在 帮我破解封印 当然是一件好事 以他的智慧 应该无法完全破解 封印许应的不是四个符文 而是二十四个符文 更何况倘若小天尊完全破解了封印 许应第一式的记忆回归 那时他的实力 恐怕不是小天尊所能拿捏的了 因此怎么算许应都不亏 胡卓军跟在两人身后 心中有些纳闷 这对师徒太古怪了 说话像是猜谜一样 给他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他总感觉这里边有故事 过了许久 他们终于来到离恨园 突然有人惊呼 子夷身后楚天都 身后楚天都出现了 许应不自觉地摸向自己的脸 我这么快就被人认出了 许多魔族恋气势蜂拥上前 从他们身边冲过去 有人听到许应的话 许应声看来冷笑 这儿还有个假货 装得挺像的 胡卓军大怒 瞎了你的狗眼 这位才是紫衣神后楚天都 他旁边的白衣修士 便是小天尊 连小天尊你们都敢冒充啊 你们这儿老兽星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吧 众人纷纷冷笑 这几日城里装作神后楚天都的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次出现的楚天都 是真正的紫衣神后 因为他可以施展四万年 无人领悟的神通 八荒炼日炉呀 紫衣神后精通八荒炼日炉 在盗起之地迎战诸天万界 三大高手一招败之 这几日冒充紫衣神后的不在少数 不会施展八荒炼日炉的 都是假的 这三个混蛋 冒充紫衣神后不说 还冒充小天尊 我许得教训教训他们 哎 那个穿白衣服的 你出来 哎快走快走 别的事 神后楚天都 接下围巡高手纳兰都的挑战 咱们快去呀 穿白衣服的 算你们运气好 老子放你们一条生路 胡卓军和许应错愕万分 只见那些炼气是蜂拥而去 把他们和小天尊都晾在原地 小天尊嘴角动了动 没有说话 胡卓军气愤 什么人这么大胆 居然敢冒充神后 许应眨眨眼睛心想着 我成了替神了 这个神后能施展八荒炼日炉 难道是楚天都 他传授楚天都八荒炼日炉 然后便离开离恨园 想来这段时间 楚天都已经将这门神通领悟 楚天都心高气傲 他毕竟是傲视祖庭的高手 战败巫术通侪 他不会让许应带自己决战 此次 他必定要亲自迎战 为虚高徒 突然 天空变得无比明亮 许应仰头看去 无量霍海道玄 正是他的神通 霸皇炼日炉 楚天都天分极高 这么短时间内便参悟出我的神通 许应暗赞一声 不愧是祖庭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就是他还未曾参悟出我神通的真正奥妙 只是学了个形态 但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许应轻轻点头 赞许不已 胡卓君见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看了看天空中的八荒炼日炉 又看了看身边的许应 着实摸不着头脑 少女鼓足勇气走到许应跟前 揭开许应脸上的面具 没错 面具下的脸是熟悉的面孔 他颤抖着伸出两只手 捏住许应的双腮 向外边拉了拉 又往中间怼了怼 也没错 是肉做的 不是人皮面具 少女的大脑混乱如同教户 放开许应的脸 帮许应戴好面具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六百九十三集 朱新 那么天上的那个紫衣神侯 楚天都又是谁 哪个才是真正的紫衣神侯 他突然灵机一动 我明白了 紫衣神侯是两个人 小天尊 紫衣神侯决战纳兰都 是你推动的 祖庭四圣和袁公通说的没错 你想借机看一看你与先王的差距 小天尊 你的确想对维须下手 小天尊白衣飘动 维须 彭来 是我祖庭的敌人 彭来先主孟无怀已经投靠了我 没有了彭来的潜质 那就只剩下祖庭和维须 与其等到维须吞并祖庭 不如主动出击 许应心中凛然 那日他与彭来先主相互算计 最终许应技高一筹 将彭来先主中创 没想到彭来先主居然会逃入祖庭 投靠了小天尊 待我吞并彭来为虚 诸天万计 便再无我的对手 祖庭便可以从容收复师弟 将诸天万计的天地大盗 恢复如初 孟无怀从前便是仙界的先王 与为虚的先王只是利益分配不均 你与他联手 只怕你会被他卖了也不知道 不如你把他交给我 我帮你除掉他 纳兰都已经腾空而起 身后浮现出万里摇池 与楚天都对峙 两个少年 一个是为虚第九先王的高徒 自幼生活在为虚 先王亲自传授 一身本领出类拔萃 一个是祖庭小天尊的得意弟子 魔语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战败诸天万计 不知多少强者 自物八荒炼日炉 震惊天下 今日 他们终于要在此地一决胜负 黎恨元的四周 一尊尊神魔各自出手 浩海神力笼罩整个黎恨元 免得两大年轻高手的神童鱼波 冲击到城中 突然 楚天都率先出手 直接以八荒炼日炉 向纳兰都照下 炉中神光流转 火力滔天 将纳兰都卷起 纳兰都身不由己 向炉中落去 哪怕他的身法惊人 也无从逃脱 这八荒炼日炉 乃是兜帅公的炼丹炉坠入凡间 形成的无量火海 数万年来 只有许应一人观摩无量火海 将兜帅公炼丹炉化作倒向 悟出神通 楚天都的八荒炼日炉是许应侵传 但也算是第二个学会这种神通的人 此次出手 直接将纳兰都拉入炉中 便要催动离砍变化 将其炼化成灰 然而就在纳兰都落入炉中的一刹那 万里摇池 鲜光蒸腾 澎湃作响 纳兰都的法力极具攀升 哄的一声 他的法力滔滔 双掌拍出 竟然将八荒炼日炉抵住 他的法力超越神魔 即便是那些修持了数万年的老怪物 也自认不敌 纳兰都法力碾压过去 楚天都身后嗡嗡数声 一座座洞天旋转浮现 挂在他身后的天空中 焦相灰影 楚天都以六大洞天的法力加持 生生挡住仙道摇池的碾压 非但挡住摇池 他的六大洞天催发到极致 甚至反压纳兰都 徐映瞥了身边的小天尊一眼 挪祖洞天是昆仑许氏的不传之秘 你能够修成是我传你的吧 胡卓君眨眨眼睛 伸出小指 扣扣自己的耳朵 竖起耳朵倾听 啊 被混乱了呀 小天尊的六蜜 是土地楚天都传的 天上还有个楚天都 不错 是你传的 你想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 胡卓君天旋地转 大脑一片混乱 尝试李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天尊是楚天都的师父 楚天都是小天尊的徒弟 楚天都传授小天尊六蜜 小天尊要传授楚天都六蜜 不行 这个世界也太复杂了吧 胡卓 但是你就不怕我学会之后 你会有危险 小天尊神态自若 杀一个能够反抗的猎物 才会有复仇的快感 突然他心有所觉 仰头望向另一侧的天空 徐应心中微动 也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只见天边有云气连城一显 从东到西长不知多少万里 徐应悠悠说道 你在观察第九仙王的招法神通 第九仙王又何尝不再观察你的招法神通 小天尊没有作声 胡卓军也向那边看去 却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他正在诧异 忽然险些惊叫出声 只见那天边云层下是一片深渊 深渊中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这眼睛藏在地平线下 不为人注意 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楚天都与纳兰都之战 他心头砰砰乱跳 今日遇到的怪事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超过了他的大脑承载极限 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徐应望向空中的战斗 但是你们却看不出来什么 因为楚天都的神通我传的 天空中 楚天都突然那霸荒炼日炉鱼翼掌之中 从神通化作印法 这正是徐应将他击败时施展的霸荒炼日印 而今他居然学的有模有样 用来对付纳兰都 纳兰都顿时难接下这一击 被霸荒炼日印打得倒飞而去 体内元气散乱 楚天都踏前一步 双手栩栩一抱 便见空中一座玲珑宝塔从天而降 镇压在纳兰都身上 将它从空中打落 纳兰都奋力打穿玲珑宝塔 刚刚冲出 迎面楚天都的手掌来到自己的额头 猛的冻住 在下说了 纳兰都脸色黯然 楚天都散去神通 小天尊皱眉 这与他预想的不一样 你设想的是楚天都与纳兰都对决 楚天都用的是你的神通道法 纳兰都用的是第九先王的神通道法 他们之间决胜 便可以看出你与第九先王的差距有多大 小天尊眉头锁得更紧 徐映伸了个懒腰笑道 但是你没想到的是 楚天都用的是我的神通 小天尊 你所看到的是第九先王与我的差距 而并非与你的差距 解封我的记忆 你会后悔的 你以为呢 胡卓军眨眨眼睛看向两人 他的脑袋已经放弃思考了 小天尊转身走去 跟上我 我帮你解开封印 徐映微微一笑 迈步 跟上他 第六百九十四集 围猎小天尊 胡卓军想要追上两人 怎奈徐映和小天尊的速度越来越快 很快便失去两人踪影 他怅然若失 这时 只见宗主袁公通一蹴一拐的 向这边走来 胡卓军连忙上前搀扶 袁公通被小天尊打得伤 是严重 身体颤抖 气得吹胡子瞪眼 现在才来扶我 早干嘛去了 老子 被小天尊打得 趴在兜率宫外 言巴巴的看着你 跟着神猴跑了 老子叫得生死历劫 你都没有回头 胡卓军有些心虚 那 神猴拉着人家就跑 人家还能反抗他不成 师尊 你怎么活过来的 我 我没有咒你死的意思 我真的没有继承 玲珑天宗的想法 你想多了 卓尔的意思是 你伤得这么重 怎么活着穿过 先到异常区域的 袁公通拎着拳头 正要在他脑袋上来两下 胡卓军连忙说道 师尊 你不知道 其实紫衣神猴 是双胞胎 他正要把自己的发现 说一遍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紫衣神猴不是双胞胎 而是四胞胎 他们共有兄弟四个 我已经在他们手中吃了苦头 胡卓军惊讶 寻生看去 只见李平生 与五个老者向这边走来 袁公通见到这五位老者 强行镇压伤势 直起腰身 目露金光 将胡卓军挡在身后 哈哈笑道 武绝宗的五老 居然一起出现了 你们悄然无息 潜入祖庭 应该不会 仅仅是来观战的吧 李平生身边的五位老者 便是龙兴大世界的 武绝宗五老 一个个修为实力极为强横 若是寻常时期 袁公通不拒他们 就算打不过也可以跑掉 但是现在他被小天尊重创 在这里寓意到五绝宗五老 心中只感不妙 从前 类似五绝宗五老这样的强者 还未深入祖庭 便会被发现 但现在祖庭很多高手的目光 被祖庭为须年轻高手之战 吸引过去 纷纷赶往李狠园 居然被诸天强者摸到腹地 胡卓军额头冒出冷汗 压低嗓音 师尊 小天尊还未走远 弟子去找他 不必去找小天尊了 袁公通面色凝重 他们此来的目的 本来便不是我 而是小天尊 五绝宗五老停下脚步 其中一位白发老者笑道 玲珑魔宗的元老魔 还不至于让我们五老一起出动 没错 这次我们的目标 的确是小天尊 另一位轻衣老者笑道 铲除小天尊的另有七人 但在铲除小天尊之前 顺手剪断他的爪牙 也未尝不可 玲珑魔宗的元老魔 虽然名义上与小天尊不对付 但实际上却比谁都忠心 也罢 先杀了你 再去杀小天尊 袁公通哈哈大笑 齐齐暴涨 环顾一周 凭你们五个 也想杀小天尊 痴人说梦 武爵宗 五老对视一眼 栖栖露出笑容 元公通 眼角乱跳 呼吟 进入祖庭的 不止你们五人 白发老者笑道 对付魔欲 无敌的小天尊 只靠我们五老的话 未免看不起小天尊 所以此次诸天万界的最强存在 一起进入魔狱 为的就是送小天尊上路 袁公通脸色断变 送小天尊上路之前 先送你上路 武爵宗 五老正欲动手 突然各自心中凛然 齐齐转身 只见仙道异常区域中 有四个身影向这边走来 高矮胖瘦各不相同 那四个身影散发的气息 强大到 让仙道异常区域的空间 也为之扭曲 只听一个厚重 洪亮的声音传来 想杀袁公通 问过我们四圣吗 魔狱四圣 武爵宗五老心中一惊 急忙飞速后退 白发老者哈哈笑道 四个老鬼 我们五老给你们一个薄面 便放过袁老魔一命 李平生也连忙离去 高声说道 四圣 我是晚辈 你们不能对晚辈下手 袁公通松了口气 死圣 快去营救小天尊 诸天万界强者 迁入祖庭 准备暗算小天尊 多是我们不想救 先到异乙长区域 传来一声苦笑 祖庭四圣 从异乙长区域排山走出 刚才四人还气息惊天动地 现在则尾顿不堪 袁公通宁谋看去 只见这四圣比自己还要惨 各自身负重伤 相互搀扶 才能勉强走出异常区域 四人苦笑连连 我们挑战小天尊 被他重创 现在自身难保 又谈何去救他呀 祖庭四圣联手 实力堪比先王 迫使小天尊不得不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的结果便是收不住手 以至于四圣都被他重创 每个人的伤势都比袁公通还重 袁公通心中一片冰凉自我安慰 没事没事 小天尊的实力高明至极 我祖庭中还有其他各路强者 除了小天尊之外 还有排名第二的燕真君 排名第三的苍越真人 祖庭四圣对势一言 就算小天尊不敌 他们也可以赶过去 无需我们担忧 胡卓君鼓足勇气 师尊 四圣 五方大世界的强者 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入祖庭腹地 却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不奇怪吗 这是不是说明 咱们祖庭内部 有人接应他们 袁公通和祖庭四圣正住 胡卓君继续说道 弟子觉得 倘若有人前去支援小天尊 那么第一个去支援的 多半是内鬼 袁公通和祖庭四圣脸色断变 各自挣扎 便要前去寻小天尊 胡卓君连忙说 师尊 四圣 你们伤势极重 便不要折腾了 弟子去寻小天尊 袁公通摇头 你虽然悟性极高 但毕竟修为上前 等你跑过去 多半是给小天尊收尸 胡卓君突然眼睛一亮 弟子虽然修为上前 但紫衣神侯修为不前 弟子去寻紫衣神侯 让他随弟子一起去寻小天尊 袁公通与四圣各自点头 只能司马当活马医了 胡卓君立刻返回离狠园 寻到紫衣神侯楚天都 拉着楚天都便走 快随我来 去营救小天尊 楚天都连忙说道 小天尊怎么了 胡卓君听着声音有些熟悉 不禁狐疑 伸手便抓下他脸上的面具 楚天都吓了一跳 连忙把面具抢回去 戴在脸上 胡卓君见到他真面目 不禁呆住 你 你是 你悔改吧 楚天都连连点头 眼泪往肚子里流 卓君姑娘别说了 我已经在毁了 胡卓君还是有些呆滞 你冒充紫衣神侯 施展八荒炼日炉 战胜了维须强者纳兰都 一个假户的修为实力 也这么强横吗 楚天都连忙说 卓君姑娘 营救小天尊要紧 咱们速速前去 其他事途中再说 胡卓君醒悟 连忙称事 楚天都记起一艘画坊 两人登上画坊 画坊破空而去 第六百九十五集 围猎小天尊 胡卓君还是有一些 恍恍惚惚惚 不住地瞥向楚天都 过了片刻还是忍不住 你不是楚天都 难道你是楚天都的 同胞弟弟 可是你们长得不像啊 你比他好看 他有点黑 楚天都心里很是得意 许英虽然比我厉害 但我连比他白 你肯定不叫楚天都 对不对 你这名叫什么 楚天都张口结舌 过了片刻 戚戚戴戴戴 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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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楚天城 唉 我就知道是这样 你太仰慕楚天都 连名字都改得 与他只差一个字 我师兄与幽辰 败在楚天都手中 他沉沦了两年 才从打击中走出来 他这么笨都能走出来 你一定也可以 楚天都告扰 哎 姑奶奶 我真的悔改了 画坊沿着许英和小天尊 离去的方向而去 楚天都说道 这条路通往参道台 当年我师尊经常在那里传道 咱们先去那里 画坊风驰电掣 向参道台飞去 突然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 紫衣魔侯面对妾身的挑战 为何不战而逃 妾身很是伤心呢 为虚花错影 楚天都快速来到船头 却见画坊前方突然光芒无比明亮 一座十二重楼出现在虚空中 随即花错影的元神从虚空中飞出 挡在前路上 楚天都朗声说道 花错影 我有钥匙在身 恐怕你我之战需要拖延几日了 花错影的元神有着十二重楼的加持 如同仙人一般 广大无边 那座重楼便漂浮在他身后 神楼的十二重门户开启 花错影的真身推开门户 走了出来笑道 这可不行 今日政治好时节 身后怎么可以拒绝呢 胡卓君心中微动 五方大世界的强者 可能与为虚联手了 楚天都闻言 心中一紧 正要咬牙应战 突然下方一个女子声音传来 找到你了 错影妹子 花错影恶然 乡下望去 逐渐一头玄武神龟 背负着庞大无比的蓬莱仙山 向这边赶来 蓬莱仙山上空 一个宫庄少女凌空漂浮 笑吟吟地望向他 楚香香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花错影惊恶 楚天都也是吓了一跳 蓬莱仙山怎么会出现在祖庭副地 五方大世界的强者 混入祖庭倒也罢了 蓬莱仙山这么大的目标 竟能无声无息地穿过乱星海 没有惊动任何人便来到腹地 让楚天都顿时相信了胡卓君的话 祖庭之中 的确有诸天万界的内应 楚香香冲天而起 心中兴奋万分 神婆说的没错 走这条路线 果然一路平安 还能完成我一桩心愿 她的身上 一件件珠玉灌簪 叮铃铃作响 那是竹潺潺为她炼制的一件件细小无比的法宝 她上次与花错影一战 便是在法宝上吃亏 被十二重楼将她全身法宝打碎 如今自是要找回厂子 花错影原本没有放在心上 但随即便吓了一跳 楚香香的那些琐碎法宝威力 比从前大了不知多少 漫天珠光宝影 打得天空震荡不休 她顾不得许多 工装上的各种宝物也自飞起 迎上楚香香 但下一刻 她的那些法宝便纷纷破碎 不能阻挡分毫 花错影记起十二重楼 镇压下来冷笑 楚香香 你看来没有吸取教训啊 十二重楼微能爆发的一瞬 楚香香咯咯一笑 身后披风威力暴涨 二百余剑法宝的威力 被催发到极致 大大小小的法宝如同繁星 迸发道道仙侠之气 竟然与十二重楼斗得不相上下 嗡的一声 花错影身后 黄庭罗祖动天呼啸旋转 让她神识暴增 仙道元神 花错影记起元神 那元神经过十二重楼加持 再加上挪祖神识 竟如无上针仙 反手便可镇压天地 重塑洪荒 她的神识震道 近乎延出发随 看你不成 天道元神 楚香香一身神力爆发 竟有如一尊尊掌控天道的神王 二女争锋打得天昏地暗 楚天都瞪大眼睛 看得额头冒出冷汗 这两个女子的实力很是不弱 竟比她还要强横一分 我这个祖庭第一高手 可能有点水分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都是靠法宝 我没有法宝 算起来还是我更强一些 楚天都自我安慰一番 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少年 你还不快走 楚天都寻声望去 只见蓬莱仙山上一个中年妇人向这边看来 楚天都急忙催动画坊 向参道台驶去 哪个妇人是谁 不是说蓬莱上的仙人都是邪道伟仙吗 他为何反倒帮我 祖庭参道台 徐映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 李平生挑战楚天都 便是发生在参道台 徐映跟随小天尊来到此地 不禁动容 参道台是一片凌空的御台 御台四壁有着天然的道文 静静的悬在山崖之外 空中 一股奇异的天地大道气息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渗入参道台的道文之中 正是由于大道气息日积月累 渗入玉石之中 才形成这些大道文理 徐映站在玉台上 感应到一个个或高或矮 或男或女的修士气息 他们的修为镇朔古今 都曾来到此地 在这里参悟天地玄机 领悟大道 不过 这些修士都极为古老 不知是多少万年前 在此地悟道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在这万千道气息之中 徐映敏锐地抓到一缕熟悉的气息 那是他自己的气息 他的第一世曾经在此地悟道 也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我传授你人体六觅的话 可能会有所纰漏 倘若你自己传给你自己 便没有纰漏了 参道台上 有你自己留下的烙印 你自己参悟便可 自己传给自己 你一事便知 他见到了超然如神般的少年 在此地勾连天地 参悟祖庭破碎的大道的情形 千霞与他相连 万道与之共鸣 那个场面 他此生难忘 突然 他从回忆中醒来 看向四周 不知不觉间 天上地下人影错落 一个个强大的身影 竟然趁着他出神的短短片刻 出现在参道台的附近 太史世界 武绝宗化云正 建国魔玉小天尊 一个绝朔轻衣老者浮尘搭在肘弯 躬身笑道 建武世界 武绝宗赵克 建国魔玉小天尊 永康世界 武绝宗丁振 建国魔玉小天尊 一个个声音响起 错落有致 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但这些世界都有一个武绝宗 而他们就是武绝宗的宗主 第六百九十六集 神功七转 万千个如仙人般强大的身影错落 武人一族结成武绝大阵 这武绝大阵达到千数之多 阵法运转 武色之气腾空 有如利剑 有如仙灵 有如飘带 在虚空中穿梭来去 将此地完全照在武色仙光之中 仙阵锁住参道台 这万千仙人的目标 便是参道台上的白衣秀士 小天尊 小天尊仰起头 望向那些高低错落的高手的身影 目光中有些不解 这些来自诸天万界的高手 竟然修炼的都是同一种功法 武绝灵天宫 武绝灵天宫是一门先到功法 修炼此功的李平生 曾与他的弟子楚天都有过交锋 虽然败落 但这门功法的强大 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但是这么多高手来自不同的世界 却都出自武绝宗 而且修炼的都是武绝灵天宫 这就十分古怪了 诸天万界中的宗门 往往是仙人飞升留下的道统 一个仙人只能飞升一次 留下的道统自然只有一个 那么为何诸天万界都有武绝宗 为何这些武绝宗都有武绝灵天宫的传承 这只能说明这些武绝宗都有着同一个祖师 小天尊眼中还有疑惑 什么人能在诸天万界各建立一个宗门 并且成为这些宗门的祖师 想在诸天万界都留下自己的势力并不容易 哪个屹立不倒的门派背后没有仙人撑腰啊 除非此人的力爪可以同时深入诸天万界 这个人的力量极为强大 可以让诸天万界那些宗门不得不默许他的宗门存世 有此等能力之人在仙界拥有多大势力不好说 但在凡界一定拥有极大的势力 小天尊心中微动 环顾四周微笑 武绝宗的祖师 是维须的哪位先王 他心思敏锐 见此阵仗便立刻知道只有替天行道的维须 才拥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 只有微须才能让那些宗门不得不接受武绝宗 因为微须掌管着大清洗的权利 小天尊 你无需知道很多 你只需要知道 今日便是你陨落之日 一个个武绝宗强者哈哈大笑 声音隆隆作响 下一刻 一口口仙剑腾空 强大到令他们身后的虚空扭曲旋转 掀起随他们的武绝大阵而动 顷刻间便在武绝大阵的加持下 威力达到巅峰 武绝灵天剑袭来向小天尊赐去 散发五色鲜光 小天尊屈指一弹 击中一口仙剑的剑尖 那口仙剑竟被弹的剑身弯了下来 弯得像是煮熟的虾米 主持这口武绝灵天剑的五位高手 被这意志中传来的反阵力震得各自闷哼一声 嘴角溢血 小天尊衣袖卷动 将袭来的数十口仙剑照于衣袖之中 袖里乾坤用力一抖 袖中数十口仙剑争争碰撞 操控着数十口仙剑的一两百位绝顶高手 各自气息散乱 脚步不稳东倒西歪 小天尊原神飞起 道场铺开 原神屹立在道场之中如仙如魔 其他千百口仙剑刺入道场 纷纷遁住 前进制色 武绝阵何地 一声声大喝传来 那万千位武绝宗高手身行错动 将一层层五绝阵合并 合并之后 十人加持一座剑阵 剑阵数量锐减 但是威力陡增 是迟迟的 刚才那些刺入道场中的仙剑 有的坠落 有的却威力暴涨 迟迟作响 想更深处刺去 小天尊惊讶 只见刚才合并之后的五绝阵又再度合并 又有一半仙剑失控坠落 其他仙剑的威力却翻倍提升 一口口仙剑的速度大增 直奔他原神而去 小天尊身后 六大挪祖洞天全开 如同一尊塔足在仙王境界的仙魔 再度将所有仙剑定住 然而 五绝阵再度合并 每座阵法人数达到四十人 随即又一次合并 阵法人数达到八十人 再合并一次 阵法人数达到一百六十人 一百六十位飞升器的大高手 修炼仙王级的功法 修为加持于一剑 便仿佛一尊修为接近仙王的存在 持剑于小天尊抗衡 而这样的存在 共有六十四位之多 六十四口仙剑 散发五色仙光 从各个角度向小天尊杀来 哪怕他六大挪祖洞天全开 道场铺开 也阻挡不了五色仙光的威能 突然 小天尊探手一抓 地上一口仙剑飞起落入他的口中 他手持仙剑 一剑刺去 迎上一道次来的五色仙光 剑尖与剑尖碰撞的刹那 掌控此剑的一百六十位大高手 齐齐吐血 这一百六十位飞升器的大高手合力之下 竟能挡住小天尊一剑之围 小天尊连续挥剑 参道台不大 他的身形在参道台上游走 剑光夺夺 与飘动的白衣相衬托 如风中的梨花 参道台四周 轰隆隆的巨像不绝 组成一座座仙镇的飞升器大高手 纷纷吐血 真是散乱 难以为己 合阵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随着一个个身影错动 六十四座仙镇只剩下三十二座 当了一声 小天尊手中的仙剑 被刺来的仙剑挡住 然而他剑在手 还是在参道台上先停信步 将三十二座五角阵的攻势挡下 他的修为宛如无穷无尽 永远处在巅峰状态 而与他对决的那万界强者的修为 却时时刻刻都在耗损之中 在河镇 一声大喝传来 五角阵只剩下十六座 每座大阵之中有六百四十人 六百四十位高手的法力急于一身 每一击宛如巅峰先王的一击 沉重无比 小天尊面色有些凝肿 突然身形闪动 离开参道台 他先前一只防守 现在开始主动攻击 但他身形刚刚飞起 便捡十六道剑光压下 硬生生将他逼回参道台 河镇 又是一声大喝传来 十六座五角阵两两合并 化作八座大阵 每座大阵一千二百八十位决定高手 仙镇之中 一千二百八十尊元神 散发出的五色鲜光凝结一体 宛如一尊顶天立地的仙尊 持剑直向小天尊 八口仙剑带着阵列山河的威能 从天而降向小天尊杀去 第六百九十七集 神功七转 小天尊肉身元神合一 六仙之欲向外膨胀 与元神道场融合 他的元神没有缩小 肉身暴涨 化作万丈巨人 接下第一剑 被压得身躯不断的缩小 带到他肉身缩小到常人大小 体表各种稻纹交织 神功第一转爆发 仅区再度暴涨 再度化作万丈巨人 灰剑迎上第二道剑光 这道剑光竟然未能将他压下 随即第三道剑光落下 终于将他压制 小天尊被那恐怖的压力压得不断缩小 突然神功第二转爆发 更多的道文从体内涌现 在体表交织 与先前的道文相连 他禁区节节暴涨 无论修为力量都在不断提升 八口仙剑合力压下 小天尊掩耳口鼻喷血 神功第三转第四转 凭借一身恐怖的力量将那八口仙剑挡住 八座五爵大阵中万余位高手被阵的气血浮动 一个个大惊 连忙历声说道 在何阵 他们身形晃动 五爵先阵只剩下四座 而小天尊的神功来到第五转第六转 周身浮现出的道文 如同与金肉元神相连的锁链 将他周身锁住 但伴随他的每一击都恐怖无比 一万零二百四十位绝顶高手 齐齐爆喝 气息惨烈 他们身上各个腐伤 被阵的肌肤炸开 五脏剧烈 他们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 如此可怕的存在 这次合阵 阵法只剩下两座 每座大阵中各有五千余人 在这种强度的攻击下 就算是先王 只怕都要隐恨收场 此时 小天尊的神功已经来到第七转 第七转是他的极限 他得到的是古老时代一门残缺功法 靠自己这些年的参悟 将这门功法推演到极致 但毕竟是残功 哪怕他穷决智慧 也不能将这门功法补全 始终还有漏洞 他只能将这门神功修炼到第七转 后面还有两转 无法修成 而且神功七转时 他周身的稻纹锁链 便会出现很多断层 这些断层之间 就是他的弱点所在 在他没有催动神功七转之时 弱点还不可见 但催动神功七转 弱点便会清晰的显露出来 两座五绝仙阵启动 五千余尊元神散发的五色仙光融合为一 仙剑与五色仙光相容 悍然斩下 那仙剑已经承受不住五色仙光 噼里啪啦炸开 化作激焚 小天尊催动神功七转 迎上剑光的一刹那 身形闪动 避开另一道剑光 身形自参道台上飞起 下一刻便杀入其中一座 五绝仙阵 仙阵炸开 残枝断壁纷飞 元神破灭 三魂七魄支离破碎 仙阵被迫 那些幸存的万界高手 纷纷四散而逃 小天尊如法炮指 攻克另一座仙阵 就在此时 萧瑟的萧生传来 带着森森杀意 正在逃走的众人 在萧生中 纷纷僵住 站立不动 还有不少人强忍着 直接刺穿自己的耳膜 向前飞掠而去 他们一边飞行 一边体内一道 蠢蠢欲动 刺过他们的肌肉 骨骼和肌肤 甚至穿透 五脏六腑 那萧生森寒 冰冷刺骨 萧生中 将在原地的众人 脸色露出惊恐之色 突然一个个体内 仙道错乱 一道道血剑 从体内刺出 四面八方插去 这么可见 数以百计的高手 便纷纷被自己体内 错乱的仙道所杀 血剑越来越长 将一个个高手的尸体 高高地挂在空中 小天尊 苍越来迟了 一个修长的身影 飞身而至 落在遍地血污的战场中 将手中洞销收起 急忙向前几步 关切说道 小天尊 你伤势如何 小天尊散去神功 肉身恢复如初 抬头看去 只见苍越真人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游走的盗门盗链上 苍越真人 快步上前伸出手来 正欲搀扶小天尊 突然又收回手去 你我关系并没有这么好 我才不服你 小天尊刚要探出去的手 又收了回去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他与苍越真人的关系 的确不怎么好 他以为苍越 此次是为了暗算他而来 没想到苍越真人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这时天空中突然咔咔作响 一道巨大的裂痕出现在天空中 横管东西 五色仙光从那道裂痕中出现 如瀑布般倾泻下来 在参道台上空 五色仙光化作一只大手向下拍来 早就注意到你了 五绝先王 小天尊散去的神功突然急剧运转 请客间便提升到第七转 紧去疯狂生长膨胀 转身迎上从天而降的五色大手 就在他迎上五色大手的同时 苍越真人抬头 脸上露出笑容 飞升而起 攻向小天尊后心 那里小天尊的悼链断去一截 正是他的破绽所在 突然小天尊的另一只手 从叶下穿过 迎上他的手掌 苍越真人闷哼 眼儿口鼻血流不断 被震得亮枪后退 小天尊右手迎上天空中 五绝先王的五色大手 头却转了过来 面带笑容 看向苍越真人轻声说道 我防了你一手 轰的一声 五绝先王的手掌破灭 化作五色仙气四下散去 小天尊的身躯 只是微微晃动一下 竟然没有半点损伤 他微微皱眉 看向自己的白色衣衫 上面竟然沾上了一滴血迹 有如梅花 我受伤了 小天尊抬手轻轻一挥 白衣上的血梅花被斩落下来 他捏起这朵血梅花 放在鼻翼下嗅了嗅 脸色恢复淡然 原来是有血溅在我身上 天空中 微虚深渊 飞速喝拢 消失不见 苍越真人心中意寒 一边咳血 一边飞速退去 小天尊 这件事是我不对 大家同为祖庭强者 抬头不见 低头见 我是鬼迷心枪 你大人不计小人公 小天尊露出笑容 没有追击 而是回到参导台上 继续默默地站在许映身后 过了片刻 天空缓缓裂开一道缝隙 无声无息 一只眼珠子在裂缝中 悄悄滚动了一下 随即 缝隙慢慢消失 远处 苍越真人镇压住伤势 偷偷探出头 遥望小天尊 然后慢慢地退去 他在心中暗惊 他竟然真的没有受伤 过了许久 许映从入道中悠悠醒来 慢慢地张开眼睛 你醒了 小天尊面带笑容 嘴角有血流出 笑容不改 轻声说道 我快要支撑不住了 你要不动声色 听我说 不要惊慌 不要起身 许映静坐在那里 看向四周 只见四周的山巒 到处都是尸体 心中惊疑不定 小天尊开口 这附近 有一块天的碎片 叫做天须 你现在全力感应天须 打开天须 咱们还有活命的机会 这时 苍越真人的声音传来 远远的笑道 小天尊 你们在说什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择日非生》 由头驼渊和 一大群培音小伙伴 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 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六百九十八集 夺赦小天尊 小天尊依旧站在 许应身后 像是没有听到 苍越真人的话 一般低声说道 你悟出烙印中 暗藏的祖法了吗 许应没有说话 默默点头 是才小天尊 对决武决宗的围剿 他在入定之中 与四万八千年前的自己留下的烙印相合 从烙印中参悟祖法 他因为入定太深 仿佛回到四万八千年的岁月 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所觉 这是一场奇妙的经历 他与自己四万八千年前烙印相融合的那一刻 仿佛一切都回来了 他与烙印合二为一 仿佛又变成四万八千年前的自己 他感应到自己体内太一先天功流转 六大挪祖动天的缓慢运行 天地大道与相合 如道高歌 这里被称作参道台 参悟天地大道的御台 在此地参道道与你共鸣 不过徐映与烙印相合 看到的却是残破的天地大道 祖庭的大道被打碎 磨灭镇压 那时的他所感悟到的是支离破碎的大道 道与他共鸣 那时的他在此地枯作 虽有前辈先贤在这里留下一个个烙印 但天地大道却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天地大道 他在参道台上 被天地之破碎 敢大道之哀伤 之后 他便从入定中醒来后 发现自己六觅已开 六种祖法自然而然运行 仿佛他早就修炼了六种祖法 只是从前没有按照祖法运行而已 数万年来 六位挪祖和其他人都想得到昆仑祖法 始终无人得到 没想到昆仑祖法就藏在摩玉的参道台上 小天尊低声说道 你继续感应天渊 我余微犹在 苍月真人一时间不敢进前 但拖的时间越久 他的胆子便越大 徐英闻言 心中凛然 虽然不明情况 但小天尊都遭到重创 想来局势一定极为凶险 小天尊虽然一直要杀他 报当年的背叛之仇 但现在两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等一下 我以为他未必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徐英眨眨眨眼睛 或许自己与那位苍月真人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那么自己与苍月真人联手干掉小天尊 也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突然 一股温热的液体落在徐英背上 徐英抬手摸了一下 不由正住 他手心里都是血 小天尊面带笑容 口中鲜血不断流下 低声说道 我不能死在这里 死在这里的话 祖庭便会落入为虚之手 苍月真人已经投靠为虚 不要回头 徐英没有回头 小天尊眼睛中也开始流血 鼻孔一热 也有鲜血流出 因为背对着苍月真人的缘故 还未被其发现 当年你为祸祖庭的时候 搜刮了许多古老的仙器 你将他们镇压在天须中 你打开天须的那一刻 这些仙器便会蜂拥而逃 试图回到主人的身边 小天尊耳朵中也有血液流出 自顾自地说道 你趁着那些仙器飞出的刹那 选择一件仙器 让那仙器带着你逃走 苍月真人的实力极其强大 你只有一次逃命的机会 徐英神识波动传音 小天尊你一直视我为祖庭叛徒 想要杀我 我为何还要帮你 小天尊没有说话 徐英回头 只见小天尊站在那里 双目空空洞洞 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里血流不断 徐英闭目凝神 突然头顶一缕 轻起飞出 分出一道欲青之气 钻入小天尊体内 这道欲青之气便是他的三大天地元神之一的欲青元神 降临到小天尊的西夷之狱中 只见小天尊的西夷之狱一片混乱 五月错乱裂开 天河道观 天山道福 五绝先阵遗留下不少五色仙光 也侵入小天尊的身体 大肆破坏 难道是李平生把小天尊打成这样 徐英吃了一惊 立刻认出这些五色仙光 应该是出自五绝灵天宫 李平生正是修炼了这种功法 向他挑战 结果被他一招击败 因为徐英仁慈 所以只打断李平生全身半束骨头 没有杀他 李平生肯定没有这个实力 那是谁把小天尊伤成这样 徐英当时乌我两望 根本不知小天尊经历了何等艰辛的大战 一人对抗万人 若非五绝先王和苍月真人偷袭 他也不至于重伤 小天尊的各个境界元气混乱 水火病侵 情况极为糟糕 徐英的狱青元神一路查看 飞林神桥只见小天尊也是一尊半仙 元神一半在城中 一半未能入城 不过此时 他的元神浑浑噩噩 陷入昏迷之中 元神周围是一片道场 道场陷入崩溃之中 地水烽火涌动 一片天地俱灭的恐怖情形 道场外围 还有一条条粗大无比的大道锁链 围绕道场飞舞 散发出厚重悠扬的道音 徐英皱眉 他无法接近小天尊的元神 这些道链是由道文凝聚而成 道文则是由道相组成 极为复杂 威力又强横无比 有如天地大道形成实质 小天尊在昏迷前布下这些道链 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元神 免得被外敌所亲 但是也由于这些道链 徐英无法进前查看他的元神伤势 到底有多重 小天尊昏死过去 只是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毅力 让自己挺立不倒 气势不减 吓住苍玉真人 其实无需苍玉真人出手 随便来一个人 都可以将他斩杀 他定了定神 内心中做出决断 你昏死了倒好 但我怎么知道哪一块碎片是天虚 他再度入定 与自己的烙印相容 进入奇妙的状态之中 借过去的烙印 感应那块所谓的天之碎片 天虚 而他的玉清元神 则留在小天尊体内 四处灭火 补天 支离泛滥的洪水 帮助小天尊 镇压西夷之域的各种道商 藏玉真人 见小天尊久久没有动弹 你一定受伤了 对不对 小天尊虽是阻停无敌 但同时对抗如此多的对手 伤势肯定不清 他先前躲躲藏藏 现在则从山石后走了出来 露出身形 这不怪你 五绝先王的实力超绝 你无法与他抗衡 也是理所当然 他不用出手 只削他的徒子徒孙来到祖庭 便可以将你中创 徐英神石散发心想着 我居然已经参悟出祖法 又何必藏着掖着 直接动用便是 只听 咚咚咚 一一声声 清响 在他的身后 六大洞天旋转 按照祖法运行 其中 黄庭洞天 让他神石变得无比强大 感应力变得更强 深入虚空之中 搜寻藏匿在附近的任何空间 他的感应力在一瞬间达到极致 参合道台四周 天地大道轻轻震动 万千霞光 自破碎的天地中升腾而起 千丝万缕 蕴藏道庙 向这边飞来 印在许映身下的参道台上 这幅场面极为绚丽 却又有莫名之悲伤 让人身处其中 忍不住潜然落泪 这是大道之悲 身处道中 自然会随之而悲 藏月真人见此情形 不由狐疑 你身边的小子是谁 他不是楚天都 楚天都没有这等本事 他上前几步 试图看看许映的真面目 又忌惮于小天尊的实力 刚才小天尊施展神功七转 硬汉万人先阵 对抗五绝先王 有此能接下他权力一击 甚至将他重创 这等战力着实吓到了他 藏月真人目光闪动 许出动霄 小天尊 你的周围道音太悲 我来为你吹奏一曲 动霄声响起 道音中沙伐四起 引动小天尊体内的大道 倘若寻常时期 小天尊根本不在乎 但现在他身受重伤 已经难以对抗 动霄的沙伐魔音 徐映的玉清元神 还在小天尊的体内 只听动霄声响起 小天尊体内 原本便已经失控的元气和道像 顿时乱象分生 小天尊修炼的各种道像 威力爆发 相互攻击 让他伤伤加伤 许映的玉清元神 好不容易才帮小天尊 治好一点道伤 此刻旧伤复发 甚至连他的元神 也陷入险境 小天尊的实力太强 修为太高 他的道像 他的各个境界都蕴藏着 莫大的力量 现在 小天尊自封元神 这些道力无主 被沧月真人引动 徐映稍有不慎 只怕玉清元神 便会被乱力绞杀 沧月真人一边吹消 一边观察小天尊的动静 只要小天尊露出不知之态 他便立刻抱起伤人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小天尊稳稳稳地站在徐映身后 没有半点颓抬 但在小天尊体内 徐映确实焦头烂额 苍月真人的销声 让小天尊伤上加伤 连他也被逼得不断躲避 那一道道失控的道文 道像 天河再度倒挂 抖动的天河扫过徐映元神 险些将他抽飞 下一刻 群山动摇 其中一座天山上 是水火焦炼之地 三位真火与三位神水开战 打得天地消融 徐映欲清元神一边躲避 一边向上飞去怒气冲冲 既然小天尊自封元神 这身去无人主使 那么我来主使 他飞身投入小天尊的十二重楼中 元神入住重楼 顿时掌控小天尊的肉身 小声更紧 苍岳真人一边移动脚步 脚踩奇异阵法 一边吹响动霄 带着萧索的杀意 激荡气血 破坏道心 然而 小天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苍岳真人猛的一收动霄 哈哈笑道 小天尊 我当你是英雄好汉 以为你能扛住我的乱世魔鹰 没想到你却昏死了 他抬起脚步 向参道台走去 就在此时 徐映的欲清元神 终于掌控小天尊的肉身 猛然抬头哈哈大笑 笑声中 小天尊眼耳口鼻中喷出的血 顿时变成了血柱 娇得坐在前面的徐映 全身都是 小天尊还是哈哈大笑 恍若无绝 苍岳真人急忙停步 脸色苍白 悄悄地向后退了一步 小天尊 你笑什么 你的耳朵还在喷血 将两边滋出树杖 你的伤势再难压制了吧 徐映控制小天尊的肉身 两条手臂扬起 甩了一下衣袖 双手背在身后 藏月真人心中凛然 急忙后退束步 记起元神 元神请客间提升到极致 显出霸臂 手中各自抄起一件件法宝 有钟 庆 琴 针 琵 琵 琶 声 鼓 骁 他冷笑 小天尊 大家彼此知根知底 你知道我有几斤几两 我也知道你的重量 我的伤肯定比你轻 藏月 这可未必 小天尊转身 眼儿口鼻还在向外喷血 伴随着徐映控制小天尊说话 那血一股一股的往外喷 忽近忽远 小天尊张口 口中的血不要命的往外涌出 藏月 我的伤势虽重 但我还是留了一手 这一手 是我专门为你准备 许你苟命 轻而易取 说话之间 参到台上便已经是血流满地 藏月真人看到他一身白衣 已经被染得腥红 心中既是好笑 又绝骇然 他笑的是小天尊一向喜爱干净 不容身上有半点的污垢 便是有颗灰尘都不行 而此刻他却血染白衣 犹如白衣袖 是小天尊的形象 藏月害的是 小天尊伤势严重到这种程度 竟还能谈笑风声 神态自若 着实让他心生恐惧 藏月真人目光 死死地盯着小天尊 观察他的神态 小天尊 你还是去找个大夫吧 我担心你血流这么多 随时一命呜呼啊 我倒认识一个大夫 名叫玉手摩依 善砍人头 把你脑袋卸下来整理一下 说不定你眼耳口鼻便不流血了 他微微皱眉 小天尊这血流的欢畅 身体也像是不是自己的一般 竟然没有半点不适 小天尊口中鲜血 鼓鼓直流 说话也没有平日那么利索 好啊 这位玉手摩依 我一定要认识一下 在他为我治疗之前 我倒要先把你的头拧下来 让他治一治 藏月真人微微皱眉 心中只觉古怪 小天尊平日里不够言笑的 怎么今日居然跟我开起玩笑 这有点不像他 他心中微动 天尊 我最近谱写了一曲天魔八音 想请你指点 徐英哈哈大笑 沧月 你愈发没出息了 神通就是神通 直来直去取人性命 你却玩什么音律入道 故作风雅 甚至不堪一击 自入魔道而已 你也就是在祖庭这等破落之地 称雄 出去在诸天万界走一圈 你早就被人打死了 你尽管揍来 你看我是否会被你的天魔八音撼动分毫 苍月真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猛地咬牙 八臂元神将八剑乐器记起 琵琶声枭 钟琴古征庆各自奏来 小天尊体内各种道伤更加严重了 各种道相错乱 眼耳口鼻鲜血滋滋飙扬 迎风飞三掌 顺风飞十掌 不过如此 小天尊哈哈大笑 口中血影如主 徐英暗暗心骄 藏野真人就算是个瞎子 此刻也怕看出不妙了 天虚 天虚 你到底在何处 找到了 他心中大喜 终于寻到藏匿在层层虚空中的一座门户 想来门后便是天虚 徐英不驾思索 探出手去 尝试推门 咔吱一声 门户开启 灿灿鲜光 自门中涌出 与此同时 苍越真人面露凶光 恶声说道 臭小子 你耍我 你不是小天尊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声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陪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七百集 天尊 苍越真人毕竟是祖庭位列第三的高手 眼界见识极高 经验丰富 尽管震慑于小天尊的余威 但是立刻发现不对劲之处 哪里有一边这样喷血 还能一边谈小风声的 他立刻知道 小天尊定然已经伤势爆发而昏迷 实际控制小天尊肉身的不是别人 就是坐在参道台上 装模作样参悟天地大盗的那个紫衣神侯 他正要杀到跟前 将小天尊与紫衣神侯楚天都一起除掉 突然参道台前 仙光洞照 一座高约十七八丈的巨大门户 嘎吱开启 仙光汹汹 从那门户中一发影出 仙音大作仙道昏明 一件件古老时代的仙气从门中飞出 宛如脱江的野马 撒花的野猪呼啸向外飞去 那些仙气形态各异 从辅月勾插十八般兵器 到亲旗书画 各种异种仙兵 再到亭台楼阁 钟鼎月 或是奇经翻床 应有尽有 一发向外涌去 那些仙气一边欢快地向外冲来 一边爆发阵阵纤维 冲击得许应和小天尊身形飘摇不定 身不由己 从参道台上飞起 许应欲清元神控制着小天尊的肉身 在诸多仙气之中穿梭 两人被撞得连番几个跟头 难以稳住身形 说来古怪 他感觉这些法宝自己都曾记恋过 这些法宝都有着他的烙印 不过这些烙印变得极为薄弱 若有若无 如此之多的法宝都是有主的法宝 法宝通灵根本不愿受他的控制 哪怕他在这些法宝上留下了烙印 如此多的法宝被他关押在天虚之中 一边寻找出路 一边抹去他留下的烙印 现在许应打开了天虚 那些法宝便像是被关押了四万多年的囚徒 喜迎刑满释放 欢天喜地的往外冲 对他不管不顾 便要回到各自的原址 小天尊说过 这是我们脱身的唯一一次机会 许应探手抓住小天尊 身形飞舞 在一件件飞驰而过的法宝中穿梭 寻找可以带着自己逃离的宝物 藏越真人呆住 随即心中狂喜向那些仙气抓去 早听说有个大木头搜集天下宝物 探索神秘境区 将那些宝物藏在参道台附近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他的手掌还未接近 变见仙气的威能爆发 不是一件仙气的威能爆发 而是前方数十件仙气的威能 一并爆发 向他冲来 藏越真人脸色巨变 急忙翻身躲避 但仙气的数量太多 饶使他躲避来不及 只得记起自己那八件法宝 暂且抵挡 下一刻忠烈古破琴断弦 藏越真人连连跌血 倒跌飞去 他在半空中翻腾 终于稳住了身形 边界许应带着小天尊 在那些仙气的洪流中穿梭 他们逃不掉 藏越压下翻腾的气血 立刻向下冲去 仙气洪流中 许应突然脚下一滑 踩在一团火焰上 火焰中是一个轮子 许应单脚踩在上面 脸忽觉速度陡增 那火轮烽火大作 载着他呼啸向前冲去 另一个火轮映入眼帘 许应不假思索 抬起另一只脚踩在上面 两个火轮落在脚下 顿时烽火大作 咻的一声 许应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从一件件仙气中穿过 夺怒而去 藏越真人呆了呆 旋即向小天尊看去 心中大喜 得了全部费功夫 咻的一声 流光呼啸而来 当着他的面 背起小天尊便呼啸而去 藏越真人大怒 飞升而起 向那道流光追去 他毕竟是祖庭中 仅次于小天尊和燕真君的存在 速度也是极快 但与那道流光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藏越真人又气又急 元神加速向前 穷追猛赶 但还是越来越远 许应背着小天尊终于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好一个楚天度 藏越真人闷哼一声 心中一股愤懑之气 难以舒张 咬牙说道 原本是我的功劳 现在不能不将这个功劳让出去了 否则小天尊若是养好伤 我别死定了 他私下看去 祖庭的天空中一道道仙光四面八方飞去 留下一道道绚丽的光彩 祖庭的天变得与从前有些不同 藏越真人闪身离去 过了不久 楚天都的画坊从此地飞过 楚天都和胡卓军站在画坊上 仰头看向天空露出惊讶之色 魔族少女抬手 想要抓住从画坊上空流过的一道霓虹 楚天都急忙按住他的手掌 小心 这下光是仙道之宝所留 当心伤到你 胡卓军连忙收手 画坊驶向参道台 缓缓降落下来 楚天都打亮四周 只见死尸遍地 天空和附近的山栏上 还有残留未散的五色霞光 胡卓军还寻到许多仙剑碎片 两人来到参道台 道台上都是血迹 还有一座古老的门户敞开 露出深邃的内部世界 那里是天之碎片 天虚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世尊他是生是死 楚天都心中隐隐不安 参道台上的血迹让他有些熟悉 是小天尊的血 自从小天尊被尊为小天尊以来 他便没有再受过伤 而现在他居然流出这么多血 世尊 你到底身在何处 乱星海 许英脚下那一双火轮 冒着风火呼啸而行 从一个个巨大的星体之间穿过 直奔乱星海中的仙木而去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七百零一集 天尊 乱星海中 有一座三坛海绘大神之墓 徐英脚踩双轮便是直奔那里而去 糟糕 徐英额头冒出冷汗 他上次来到这里守护仙木的火尖枪 红铃和圈套似乎对自己很是生气 在自己身上点点绰绰 现在自己又跑了回来 只怕便会真的向他下手了 仙木在望 那双火轮直奔仙木而去 徐英眨眨眼睛 断知为何上次守护仙木的仙气会威胁他 这对火轮 一定是我从仙木中盗走的 他刚想到这里 便见守护仙木的红铃飞来 唰的一声向他卷去 与此同时 火尖枪也自破空而起 向他刺来 而那道可以套住日月星辰炼化成灰的圆环 已经来到徐英的头顶 三大仙气 准备将徐英打得神魂俱灭 突然 三大仙气炖住 似乎注意到徐英脚下的那对火轮 知道徐英不是来偷宝贝的 而是来送还宝贝的 这才没有痛下杀手 徐英放下小天尊抹去额头冷汗 诸位道友 二斤宝贝也送回来了 不知能否让我们在这儿小住几日 耍地一声 三宝启动 昏天灵勒住徐英的脖子 火箭枪指着徐英胸口 乾坤圈中火光熊熊准备爆发 就在这时 一块金砖飞来 咻的一声飞入仙墓之中 过了片刻 金砖飞回 砖上浮路亮起 明灭不定 似乎在好奇 他们在做什么 火箭枪 魂天灵和乾坤圈 这才止住 徐英输了口气 带着小天尊在仙墓外住下 徐英这才得以动用权力 镇压小天尊身上的道伤 过了几日 小天尊西夷之狱中的道伤 基本上被他镇压住 但小天尊还是未醒 徐英皱眉 小天尊未醒的原因 便是他的元神被封印在道场之中 道场外又有道链缠绕 徐英无法进入其中 查看其元神伤势 不过 想来小天尊的元神 必然也遭到重创 否则不会一直昏迷不醒 我只能帮他镇住伤势 炼化道伤 还需要他自己来 他是否能醒来 全靠他自己 徐英叹了口气 去三潭海会大神的坟头 走了一圈 只见那仙墓上 有几株仙草长得鲜艳 突然 火箭枪抵在他的腰眼上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斗 魂天灵也已经挂在他脖子上 启为道有 我若是果真有歪心思 七万年前便已经把这里洗劫一空 还能等到现在 两件仙气不为所动 徐英无奈 只好放弃薅焚头草 给小天尊智商的冲动 仙墓中传来 一意孤孤浩瀚 深邃的气息 仿佛墓主人依旧活着 徐英尝试着 与墓中的精神沟通 里面却没有任何动静 徐英在两大仙气的压迫下 不得不离仙墓远一些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传来 小天尊 天文你遭到重疮 重伤垂死 老朽特来探望 乱星海中 一颗颗残破星辰 请客间便变得草木遍地 郁郁葱葱 鸟语花香 一个老者从星海中走来 所过之处 一片勃然生机 那老者半神半仙 身后原神半步踏入玉京城 济熙古老而深邃 小天尊 还记得我气道人吗 当年我西拜于你守 今日终于迎来机会 徐映心念微动 玉京元神控制着小天尊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是祭道人 你也前来送死 那祭道人瞥了徐映一眼 哈哈 看来传闻没有说错 小天尊的确陷入昏死之中 我与小天尊从未交过手 你不知这一点 小天尊 今日我送你们上路 你大概还不知 仙界帝君颁布仙路 召告诸天万界的所有强者 但凡有人能将你斩杀 便可以获得一个非生的名额 他气息绽放 古老的修为 节节攀升 徐映叹了口气 摘下脸上的面具 从小天尊身上收回原神 玉京元神化作一道氢气 落入他的体内 徐映挺直腰板淡淡说道 祭道人 仙界这个旨意是召告诸天万界 诸天万界中没有祖庭 你就算杀了小天尊 也成不了仙 祭道人瞥了他一眼惊讶 你是谁 四万八千年前 我掀起一场大动乱 导致仙道异常区域爆发 席犬祖庭 你说我是谁 祭道人正了正 突然失效 你就是那个抛弃祖庭 飞升的许应 听说你后来被镇压了四万多年 沦为不死的凡人 过着诸狗不如的日子 小天尊还曾经去元寿世界 看过你呢 许应正住 妄想昏迷不醒的小天尊 他看过我 那 他为何不在那时杀了我报仇 祭道人哈哈大笑 他从你身上抄露了一些封印 试图解开你的封印 吃吃沙沙 居然研究起仙道来了 这个蠢才 不知道我祖庭是魔狱吗 我祖庭的魔狱 与仙道隔隔隔不入 他作为魔狱小天尊 居然耗费大半精力去研究仙道 蠢不可及 许应看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小天尊 你是说 他去元寿世界见我 从我身上抄露仙道符文 然后耗费精力去学习仙道 破解封印 祭道人讥笑 这就是他愚蠢的地方 他以为自己可以破解帝君的封印 将你救出来 他缺缺一个魔狱小天尊 怎么可能破解得了帝君的封印 给帝君封印看大门的都是先王 徐印嘴角抖了抖 他不是要杀我吗 为何还要耗费万年的光阴来救我 杀你 几道人像是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 忍不住大笑 看来你还在封印之中啊 天尊 天尊 徐印正住 是啊 许天尊 他是你徒弟啊 所以叫做小天尊 不然呢 我徒弟 徐印正住了 看着那个浑身是血的白衣袖是 他 他是我徒弟 他走到小天尊的前方 挡在小天尊的面前 身后一座座洞天明亮起来 压下心头一阵阵激荡的情绪 沉生说道 如果这个师父在 今后 没有人能够伤到他 第702集 巅峰武装 对于小天尊 徐印原本内心中只有敌我 此刻却不自觉多出另一种情怀 他记不起第一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小天尊曾经说过 徐印就是他的老师 父亲 兄长 朋友 父亲这个词表明 在他心中 当年的徐印就像是父亲一样 徐印先前不理解这种感情 现在突然明白了 在那个古老而蒙昧的时代 小天尊应该是他收留的孤儿 这个孩童被徐印收留 跟着他这个无法无天之徒 四处闯荡 历经各种危险 吃过各种各样的苦 在徐印的照顾和教导下 孩童一日日长大 在他的心中 最崇拜的人一定是徐印 最尊敬的人也一定是徐印 他最好的朋友也一定是徐印 他以徐印为榜样 以徐印的梦想为梦想 期盼着能够改天换地 改变祖庭积贫积弱的现状 改变祖庭挨饿挨打挨骂的现状 他想为祖庭补天 想发掘被埋没隐藏的历史 想让祖庭每一个人 都可以昂首挺胸地活着 他想让祖庭恢复昔日的辉煌 其实这些梦想原本不属于他 只属于徐印 但跟着这位老师太久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他的梦想 因此 当徐印选择飞升仙界的时候 他才会对徐印的背叛如此痛心 甚至动了杀掉徐印报复的念头 仙界摧毁了祖庭 还污蔑祖庭为魔语 污蔑祖庭的人们为魔族 仙界和诸天万界对祖庭的打压从未停止 在他心中 一直有一个完美的徐印 如师如辅 如凶如友 这个把梦想交给自己的男人 却飞升到了敌人的阵营 成为了敌人 岂能不让他痛心呢 但小天尊却没有杀掉徐印 反而在他落难时找到他 甚至为了破解他身上的封印 而去学习仙道 做出在祖庭其他人看起来完全不智的举动 他虽狠徐印的背叛和抛弃 但内心中依旧认为徐印是他的师友 是他的父兄 现在小天尊有难 徐印不能不救 徐天尊 你也是仙界的通缉犯 拿下你 仙界的赏赐更多 今日 我便送你们师徒上路 赚了这场大富贵 祭道人足下一顿 身后乌边的乱星海中 突然一尊伟岸元神 缓缓站起 扬起头来 鸟手人身凤爪 背声矜持 强大的神力扭曲四周的空间 将万里空间凝聚 形成一道圆环 飘荡在鸟手神人的脑后 一座星辰碎片从圆环旁边飘过 星辰碎片比这道圆环 也显得不再那么巨大 圆环中便是天道道场 黎民众生的念诵 震耳欲聋 他的元神是集合炼气和香火而形成的元神 徐印进入祖庭时便曾经摄像过 这种形态会是楚香香的理想形态 祭道人早就炼成了这一形态 他的元神既是炼气室的元神 又是众生祭祀供奉而形成的元始神灵 走的是肉身成圣 肉身成神的路数 仙神双修 这是祖庭独有的修炼体系 徐印仰头看着这尊无双元神 使声说道 祭道人 你 你是一只鸡药吧 放肆 祭道人的元神探手 向仙墓前的徐印抓来法力震荡 凝固虚空 这一招 香火气息弥漫 众生送念生如红中大驴 震荡悠扬 四周星空 甚至连三潭海会大神的仙墓 都在他这一招下震荡不休 徐印 你进入祖庭后经历过数场战斗 你表现出的战力固然强横 但在我眼里也不过如此 祭道人 鸟手 元神仿佛一尊元始的神亡 数万年的香火之气 让他领悟参悟祖庭的天地大道 这种修行露术 与徐印在本史世界遇到的天神重霄一样 但他修炼的时间比重霄更长 法力也比重霄深厚 他所修行的天道 与诸天万界的天道不同 是祖庭所独有 他的神力 甚至比徐印从前遭遇的喧昊神亡 还要雄浑 元神与香火之气形成的神力 达到完美统一 你的时代过去了 他的力爪落下 乱星海群星飘摇不定 徐印露出笑容 突然身形一闪 迎着这一爪冲上前去 身后六大洞天旋转 轰鸣 我尚未进入祖庭 便自封修尾 只动用魔道修尾 如今 终于可以解开封印 尽情释放自己的修为了 这六大洞天 甚至给他一种欢呼雀跃的感觉 运转得无比欢快 他的体内 自我封印的修为 顿时层层解封 气息越来越强大 激荡风云 他体内生机 阴阳 元神 心力 以及元气和神石 疯狂提升 在六大洞天的加持下 元神更是从三尺高 变成九尺高 比徐英的个头 还要高出持续 徐英在参道台入定 与自己的烙印相容 终于修成黄庭和玉池 两大挪祖洞天 参悟出六密的祖法 将六密祖法 与太一先天宫统一 此次还是他头一次 将六密祖法 和太一先天宫 完整的施展出来 黄庭和玉池 两大洞天 虽然不是他第一式的洞天 这两座洞天 只是五成天 但是祖法运转 便由汪洋大海般的 元气和神石涌来 徐英的元神脑后 也有天道道场 形成的光运 让元神的法力 雄浑 惊人 祭道人 让你见识一下 昆仑许家的完整祖法 他元神双臂张开 徐徐环保 用力一阵 便如太上老君 从离恨天 丢下一个八卦炼丹炉 熊熊火海涌出 日月穿行于海中 神通霸荒炼日炉 徐英元神 托起霸荒炼日炉 迎上祭道人的元神力招 双方恐怖的力量爆发 祭道人的元神被震的向后扬起 就在这股恐怖危能爆发之际 徐英元神头顶一道轻气飞出 一分为三 化作三清天地元神 四大元神脑后各有天道道场形成的光运 天威浩荡 一起化三清 徐英元神与三清元神左右夹击 将祭道人元神杀得连连败退 无法稳住阵脚 祭道人元神的天道道场 是祖庭的残破天道 所凝聚而成的道场 而徐英元神脑后的道场 却是诸天万界完整的天道道场 不可同日而语 祭道人在他面前显摆天道道场 便是自取其辱 突然 徐英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从涌动的神通渔波中穿过 镜子向祭道人杀去 尚未来到跟前 便镜子催动神通乱星海 修成元神后 战斗方式便发生极大的改变 元神不仅是性命所在 同样也是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 徐英肉身元神分头行动 元神对元神 肉身对肉身 第703集 巅峰武装 羡慕四周便是乱星海 徐英在这里施展这门神通 神通的威力比平日里更加强大 仿佛有天地相助 无数星辰浮现 如同一个流动的星辰大漠 将祭道人纳入神通之中 乱星海 本是一片破碎的星空 无数碎掉的星辰聚集在此 天地大道也随之破碎 但伴随着徐英神通施展 这片星辰海域残破的大道蒙鸣 道道霞光从破碎的天地中飞来 加持徐英这一击 祭道人双掌如飞 硬汉徐英的乱星海 这老者将无数星辰打碎 顷刻间 星空流火 轰隆隆炸开 火光与碎星出现在祭道人身后 他竟然生生打穿乱星海 从这道神通中杀出 这便是祖庭的战斗风格 刚蒙霸道 祖庭被称作魔狱 这里的神灵也被称作魔神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 便是他们的战斗风格狂野 没有多少华丽的神通法术 他们的神通道法 更多的是为了近身搏杀 他们仙神同修被称作魔道 但在祖庭中 这种修炼法门 叫做肉身成圣 徐映尽管知道 他的修为极为深厚雄魂 却没想到 他的肉身居然也是如此强横 这个老道好生凶猛 碰里扔 祭道人打破乱星海神通 双掌穿插翻飞 红然与徐映双掌轰在一处 两人掌力爆发 四周星海顿时不断炸开 徐映催动人体六密 竟然也未能占据上风 三潭海会大神仙目四周 魂天灵游动变得无比宽大 将一块块碎星挡住 挡开徐映和祭道人的神通余波 免得侵扰仙目 徐映爆喝一声再来 双掌推出 将六大挪祖洞天催发到极致 祭道人双目怒争 悍然迎上 两人四周的星空轰隆隆作响 一颗颗星辰碎片轰然炸开 被两人肆意的神通余波摧毁 祭道人气息不稳 后撤一步 徐映蛮龙一般撞来 大吼一声再来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说一次 祭道人力脚不稳 被他的掌力碾压着向后撞去 坠落在一颗星辰碎片上 徐映又吼了一声再来 他的声音从碎星残缺天空中传来 双掌碾碎天空 从天而降 祭道人抬起双手 下一刻眼耳口鼻溢血 呼的一声 那颗星辰碎片炸开 破碎成无数片 徐映双手抵住祭道人的手掌 在星空中发足狂奔 砰砰砰的 两人的身形撞穿一个个破碎的大路 呼呼的 星海之中 祭道人的元神巨大的羽翼张开 神意如刀斩向徐映 营救自己的真身 徐映放开祭道人避开这一击 他的九尺元神 却在这一刻催动神通不周山 将祭道人与其元神一起镇压在山下 祭道人连连吐血 奋力挡住不周山的镇压 带到这道神通散去 便见徐映从上空缓缓降临 飘浮在他上方 祭道人长息一口气 还带再战 这时只见徐映三清元神 从不同方向降落 将他包围在中央 祭道人眼角跳动 抬头看去 只见徐映元神本体还在上空 并未落下 徐天尊 我输了 祭道人望向徐映 你是徐天尊 我不过是个野鸡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我放了也好 成全你的不是威名 徐映摇头 你自认为魔 为了成仙 背叛祖廷来杀小天尊 我放过你 不知道你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祭道人心中一凉 随即凶性大发 猛然与元神融合为一 振齿冲天而起 徐映 你要杀我 我便与你玩命 先死了你的元神 天空中火光涌动 一口巨大的红炉出现 祭道人心中一惊 立刻折向冲向徐映本体 然而迎面而来的也是明亮无比的神火 霸皇炼日炉迎面而来 他冲向其他方向 但见四周 炉火比太阳还要明亮 锁住了他的一切去路 一口口霸光炼日炉中为一体 而祭道人被收入炉中 过了片刻 这老道便被炼成灰烬 徐映收回元神 转身向三潭海会大神的仙墓走去 心想着 此地是待不下去了 祭道人能寻到这里 其他人也能寻到这里 我需得带着小天尊去其他地方躲避 他的身后 其中一个三清元神进入小天尊体内 入主小天尊肉身 小天尊站起 徐映来到仙墓前 取出几炷香 为三潭海会大神敬香 导住一番 随即向魂天灵 乾坤圈等掀起说 这段时间打扰各位 映心中甚是不安 四万八千年前 若是有得罪的地方 诸位尽管惩戒 我绝不还手 烽火轮和金砖从仙墓中飞出 却没有对他下手 徐映称戏 带着小天尊转身进入乱星海 他没走出多远 忽然一股股强大的气息绕动星海 一座座残破的星辰碎片后方 许许多多强大的身影出现 徐映心中微臣立刻折想 这时 后方也有一股股气息冲天而起 从星海中走出许多强大的身影 帝君下令 取消天尊的性命 便可换一个飞升名额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忽然说道 出天万劫 谁能不为之疯狂 徐映 你杀祭道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你的强大 一位祖庭强者走来淡淡开口 但就算你再强 也无法带着小天尊 活着走出乱星海 徐映一颗心渐渐沉下 进入乱星海的任何艺人他都不拒 这些人虽强 但是单打独斗 他有信心能够格杀任何艺人 哪怕对方久负盛名 但是这么多强者出现在乱星海 以多尚且咬死相 更何况这些强者之中 有很多人的修为不逊于他 徐映眼角肌肉剧烈跳动两下 取出一根绳索 小天尊走来趴在他的背上 徐映用绳索将他捆在自己身上 收回自己在小天尊体内的三清元神 不要怕 我带你杀出去 他说到这里 突然眼前恍惚间浮现出一幅画面 同样是这样的绝境 同样是十四岁的少年 只不过那时的自己 是在向一个孩童笑道 不要怕 我带你杀出去 这一幕仿佛重现 徐映正要硬闯 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红光 一道红铃飞来 从他腋下穿过 在他脑后绕了一圈 又从他另一个腋下穿出 浑天灵飘扬 当即灿灿陷光 徐映正在惊讶 突然脚下一热 两道风火轮呼啸而来 出现在他脚底 休得一声 一道火光飞至 他手中便多出一杆火尖枪 金砖 乾坤圈羞羞作响 一个套在他肩头 一个悬在他头顶 情客间徐映一身仙气 全服武装 诸多仙气 仙光四射 第七百零四集 神影依然在 徐映胆气为之一壮 提起火箭枪 指向众人吐气开声 谁敢挡我去路 此言一出 四周来自诸天万界和魔狱的强者 蜂拥向他杀去 成仙 一个令无数人痴狂的词 但想要成仙何其艰难 尤其是对诸天万界的强者来说 成仙是所有炼气式毕生的梦想 但超级天节 直接斩断众生的成仙路 就算渡过天节 天路一断 也无法飞升 现在成仙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成仙名额 此次帝君放出一个成仙名额 足以令诸天万界强者为之癫狂 为了这个成仙名额 来到祖庭猎杀小天尊的万界高手众多 各种神通率先飞出 向徐映杀去 诸天万界的高手 近身肉搏的比较少 往往都是敌人未至 神通先行 以神通绝胜 乱行海中 一时间各种神通的光芒迸发 不同传承 不同道法 展现出的光芒和形态也是不同 道音也是各异 各种奇违道向在乱行海中穿行 带着毁天灭地的波动 将徐映四周封锁向他压来 单单这一波攻击 就算徐映没有小天尊这个累赘 也绝对挡不住 躲不了 徐映尖头昏天灵飞起 一道红灵越来越宽 在星空中穿梭 智柔若无物 将一道道神通挡下 任由那些神通如何强大 也不能伤红灵分毫 徐映手持火箭枪 正面迎上来自祖庭的强者 下一刻 他足下火光一闪 在星空中留下两道长长的光痕 手抖出 火箭枪如火龙出深渊 迎上这一枪的是来自剑武世界的大高手 名叫穆秋 道明先王留在人间的传承 修炼的是道明玄武诀 穆秋剑长枪袭来 急忙催动玄弓 周身仙道符文飞舞 身后契机形成玄武异象 由万丈玄规笼罩其身 吃了一声 火箭枪直接将玄规刺穿 连同穆秋一起刺穿 将这位大高手直接刺死在星空中 一面面惊奇飞来落在徐映四周 请客间便见一座万旗造化镇拔地而起 一位容貌高古的道人立在镇中催动法镇 但见万旗飘摇 镇中神魔四起立在一面面大旗下 那老道双眼放光哈哈笑道 今日我龙兴世界的万旗们来取这场飞声的富贵 他话音未落 便见徐映尖尖头乾坤圈飞起 一道圆环吞纳天地 环中金光大放 将那万尊神魔连同大旗通通收入乾坤圈中 那些神魔与大旗落入圈中便被搅得粉碎 神魔万旗造化镇直接被破去 徐映尖头怂动 金砖飞出 咻的一声将那老道脑袋砸得粉碎 他的身后 魂天灵动荡 挡开一口口仙气 徐映足下风火轮咻的一声启动 带着他的身形 从那一众仙气中穿梭而果 显知又显得避开仙气威能 乱行海中顿时一片混乱 此次来取小天尊性命的虽然都是高手 但是肉眼也难以捕捉风火轮的踪迹 他们只能看到两道火光 但是火光是风火轮留下的痕迹 带到他们捕捉到风火轮的踪影 往往是徐映已经杀到身前 迎面的便是足以刺穿一切的火箭枪 呼的一声 三位祖庭强者从三个方向斜刺里冲来 人未至 三人的天道道场与仙道道场 便已经直接笼罩过来 将徐映照在道场之中 这三大高手每个的修为 都不比那祭道人逊色 更关键的是 他们心意相通 出手如臂食指 整齐划一 这三人换作东海三圣 在祖庭可以排得上名号 战力位列前百 东海三圣出身自祖庭东海 传闻那里有古老时代的龙宫旧址 三人在那里修行 练的一身非凡本领 他们一直没有出手 在关战之中寻找机会 此刻联手出击 便是看出许应的修为 只是重楼起 虽然练成祖法 但是修为有着上限 所以三人制定的计划便是 先镇压许应修为 便可以随意收割许应和小天尊性命 三人 六座道场重叠在一起 请客间便将许应原神法力镇压 便是六大挪祖洞天 也被震得不能运转 许应却在此时抬起头来 面色诡异地看着他们 眼中有火光流转 你们以为此刻战斗的是我吗 错了 是三潭海会大神的掀起在战斗 许应手中火尖枪跃动 突然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 下一刻 许应长出三颗脑袋 六条臂膀 三头八臂 火尖枪 浑天灵 乾坤圈 金砖等各种宝物落在手中 许应头顶太一元气冲出 一气化三清 形成三大天地元神 也是三头八臂 抓住各种仙气 浑天灵荡起 四周星空 顿时天旋地转 被荡得群星动摇 杀来的众人都难以稳住身形 东海三圣之一的方松怀躲避不及直接被浑天灵卷住 宛如太古神龙缠在身上 被脚的骨骼寸断 肉身生生绞碎 元神也被锁在其中 当场绞杀 三圣之中 王平南被收入乾坤圈 炼化成灰 最后一圣李如烟被金砖砸在脑门 脑袋爆开 尸臣乱星海 三圣顷刻间死亡 徐英迎上其他杀来的强者 身形鬼魅 枪出如龙 乾坤圈飞舞 浑天灵穿锁 锦砖伸出鬼没 锁过之处 几乎难觅 能坚持一个回合之降 他的身后血雾蒸腾 渐渐形成一个笼罩乱星海的阴影 那是三潭海会大神的阴影 三头八笔 手持各种仙兵 如神如魔 镇压乱星海 伴随着死在徐英手中的高手越来越多 那阴影便越发清晰 化作虚影 杀入乱星海的众人被杀得胆寒 来自太史大世界的诸多高手 各自记起自家镇派掀起 躲在一座巨大的陆地后方 一个个心惊肉跳 他们四周的星空中 时不时传来一声惨叫 有人被火龙般的神墙刺穿 有人被红铃卷住脚杀 有人被砸得脑袋消失 有人被砸得只剩下脑袋 众人瞪大眼睛 屏住呼吸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就在此时 突然一道金砖飞出 穿透这片陆地 将其中的子府神宗的宗主脑袋给爆开 快逃 不知谁发出一声喊 顿时众人夺路而逃 各自记起掀起 守护周身 化作一道道流光四面八方逃去 他们匆忙之中回头看去 只见许应独自一人决战十八位组听高手 身躯一晃 便见头顶飞出三个元神 也是三头八臂 杀向四方敌人 那些祖庭高手在几个呼吸间便被打杀 四周星空的破碎星辰 也被那恐怖仙气的威能扫荡一空 群星被推出好远 众人溃逃 拼命向外逃去 只恨自己为何来到这片摸之海域 群星混乱 时不时的传来一声惨叫 渐渐的惨叫声变得稀松 又过了两久 惨叫声止歇 最终 只剩下许应一人站在这片星空中 他的三头八臂逐渐散去 元神也恢复正常 回归本体 第705集 神影依然在 许应解下魂天灵 松开火箭枪 从烽火轮上走下 回头望向身后 那笼罩乱星海的庞大虚影 那是此间血气凝聚 形成的三潭海会大神虚影 三头八臂 唯爱异常 战役如海 但形成这位仙神的气血正在散去 许应不再战斗 不再斩杀敌人 这位三潭海会大神 散落在天地间的精神烙印 便又消散在乱星海中 私人已逝 即便其精神烙印 也已经破碎破灭 如星火飘荡 只有许应抓起火箭枪 记起混天灵 脚踩风火轮 对决一众强敌时 那飘渺破碎的精神 才再度凝聚复苏 然而 许应不可能一直战斗 敌人也不可能永远杀不完 导致这尊古老时代的战神 最终还是要沉归沉 土归土 许应突发奇想 若是有足够多的敌人 有足够多的血气 那么三潭海会大神的精神会重聚 许应会渐渐游须化石 他会因此死而复生吗 刚才那一幕似乎照视着有这种可能 混天灵飞来 灵中传来一个古老的意识 不要自作多情 我们之所以帮你 并非因为你为三潭海会大神上了几炷箱 也并非你对我们客客气气 从未把我们当成工具看 我们不是你几炷箱就能收买的 许应紧了紧背上的小天钻笑道 我这里还有几炷箱 混天灵中的意识说道 我们对你没有任何好感 更不存在什么感情 你无恶不作 当年来到三潭海会大神的陵墓 拐走烽火轮顺走金砖 我们记忆犹新 许应轻轻点头 火箭枪从他手掌下油果 轻轻触摸他的掌心 枪中也传出一个古老的思维 我们之所以帮助你 主要是对心界不满 不容三潭海会大神的道场变成仙界走狗的名利场 金砖飞来 飘在许应面前也有一个古旧的意识传来 我们的职责便是守护这片道场 守护他的仙目 直到他从沉睡中醒来 许应迟疑一下问道 可是三潭海会大神能够醒来吗 主席掀起沉默 没有回答 不管三潭海会大神是否会醒来 他们都会守护着这里 许应不再说话放下小天尊 分出一道元神入主小天尊的肉身 向他们失礼转身向乱星海外走去 他回头看去 浑天灵等仙气依旧漂浮在那里 似乎为他送行 乱星海外的道路便只能许应一个人走了 有再大的危险 他们也不能相帮 许应挥了挥手 转身离去 古老时代为何会没落 这些拥有同天彻底手段的神圣 又是银河而衰宝 他们身上又有什么传奇 小天尊 你知道吗 他瞥了一眼跟在自己身边的小天尊叹了口气 没有自己的元神支撑 小天尊就是个傻子 什么都不能做 就算陪他聊天解闷也不行 乱星海中 仙木旁边 昏天灵依旧环绕在仙木四周 轻轻飘荡 挡开那些撞向仙木的星辰 火箭枪插在旧坑一动不动 乾坤圈挂在墓碑上 紧转静静地躺在仙木的棺果中 风火轮也不再燃烧 静静地靠在仙木墙角 他们又恢复到从前日复一日的岁月 再无任何变化 似乎刚才依托许应重新经历厮杀 只是让他们短暂回忆起往昔的争容岁月 他们还在等待 等待有一天会有一人重新披挂起他们 拔起火箭枪 脚踩风火轮 点亮这片黑暗岁月 乱星海边 徐英登岸 望向遍地都是先到异常区域的祖庭 随便选择一个方向 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没有了三潭海会大神的掀起相邦 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因为他已经感应到 已经有目光盯上了他 徐英自言自语 你是我丢下的徒弟 我肯定不会让你死在那些人的手中 这虽是他第二次踏足祖庭 但这里对他来说还是一片陌生 天空阴暗 忽然中天徐徐裂开 遗险如同眼帘 眼帘中一只眼睛悄然滚动一下 落在徐英身上 徐英心有所觉 没有直接抬头 而是控制小天尊的肉身抬头上望 天空中那道裂痕立刻合拢 仿佛从未出现过 徐英稍稍放心 小天尊余为犹在 可震慑为虚的先王 但那些为了成仙名额而追杀他们的强者 却旱不畏死 还有一条生路 那就是去蓬莱 徐英目光闪动 前往蓬莱 依靠蓬莱仙境的天道 我可以搏杀仙王 那时就谁也不拒了 就在这时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小天尊 听闻你受了重伤 老朽便急匆匆赶来 幸好未完 徐英文言脸色微变 立刻取出楚天都的面具戴在脸上 他寻声望去 果然看到老熟人 蓬莱仙主孟吾淮 一个相貌纯凉憨厚的少年 搀扶着仙主孟吾淮 向这边走来 孟吾淮笑容满面 目光落在小天尊身上 但气息依旧伪顿 显然当初与徐英一展 他的道伤至今未愈 徐英脸上戴着楚天都的面具 他也未曾看出徐英的真容 不知道面具下是自己的老对头 孟吾淮身边的蓝衣少年 修为很是不弱 徐英多看了他两眼 微微欠身 改变生陷 楚天都见过仙主 孟吾淮惊讶不已 没想到神侯也听过老熟的名号 老熟久闻神侯大名 诸天万界年轻高手 神侯当为第一 他身边的那少年文婷此言 目光落在徐英身上 孟吾淮的目标显然不是楚天都 立刻看向小天尊 关切说道 小天尊 听闻你落入五绝先王的万仙大阵围剿 受伤极重 又遭到五绝先王和苍越阵人的袭击 伤上加伤而今修为尽费 我听闻此事心急如焚 抱着重伤之躯匆忙赶来营救 总算是没完 徐英太清元神控制着小天尊肉身 唯唯一笑意味深长 先主莫非要刺探我伤势重不重 孟吾淮脸色微扁 不敢 量你也不敢 小天尊背负双手 慢慢从他身边走过 你若是敢的话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孟吾淮目光闪动直起腰身 老朽虽然眼界浅薄 但也能看得出来 小天尊定是诈作受伤 其实为了引蛇出动 将祖庭那些不臣服你的势力 统统引出一网打尽 小天尊哈哈大笑回头看他一眼 露出赞赏之色 不愧是先王 知我甚深 我要传出去 今后我依旧要装作重伤 引出更多的敌人 明白吗 第七百零六集 正宗太阴虚天公 孟吾淮目光闪烁不定 躬身孝道 老朽明白 小天尊在乱星海中便已是引蛇出动 将一大批高手引出来 将他们围剿在乱星海中 徐英心头一突 他知道像孟吾淮这样的老狐狸 仅凭直言片语 肯定无法打消其心中的怀疑 但没想到孟吾淮居然还知道乱星海中的事情 小天尊吾了一声 你对乱星海之战所知多少 徐英目光闪动 孟吾淮试探他 他也在试探孟吾淮 孟吾淮上次被他中创 直接削落先王境界 虽说现在徐英没有蓬莱仙山在身边 但交起手来 他未必变输 孟吾淮笑道 我听人说 小天尊与他在一起 躲住了乱星海 有很多高手冲入乱星海 却遭到重创 刚才有些人逃出来 老朽随口问了一两句 孟仙主到底想说什么 孟吾淮连忙陪笑 小天尊 我并无恶意 实在是关心你的伤势 我只是打听到一些传言 不敢相信而已 传言说你昏死过去 被徐英背在身后 手持仙曲与人交锋 杀了好多人 他叹了口气摇头 哎呀 你说这种事情 我怎么敢相信呢 小天尊必定是祖庭第一人 修为实力是先王层次的存在 我怎么敢相信 你会重伤昏迷呢 徐英心中渐渐沉下 孟吾淮越是这么说 便越是猜忌怀疑 而且 小天尊对那恶人徐英恨之入骨 徐英又怎么会背着小天尊 与众人厮杀 这定然是假的 孟吾感叹 更何况 小天尊就在老朽面前 并没有徐英的踪迹 只有一位戴着面具的紫衣神侯 可见 雷人的确是在骗我 但好在 我已经将他杀了 他笑咪咪的 紫衣神侯 老朽做得对吗 小天尊也笑道 你做得很好 很好 不过 我身边的的确是徐英 并非楚天都 徐英轻轻揭开面具微笑 仙主 好久不见 此举倒是出乎仙主 孟吾淮所料 这高大老者心头一正暗想着 小天尊竟然让徐英露出本来面目 是有恃无恐 还是虚张声势 他原本以为 他揭破小天尊的谎言 小天尊便会进退失据 没想到小天尊反倒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不敢真的动手 仙主 我被小天尊以尸神大法控制 迫不得已才帮他 莫非你也被尸神大法控制了 仙主孟吾淮凛 尸神大法 小天尊突然哼了一声 目光威严向徐英扫来 堕嘴 徐英顿时面色胀红 额头青筋 占起浑身颤抖 仿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过了片刻 徐英私生说道 天尊 小英不敢了 仙主孟吾淮 剑撞毛骨悚然 他知道徐英是何等厉害 不动声色便能把自己的蓬莱仙境夺了去 没想到竟然被小天尊的尸神大法折磨得低头服软 这尸神大法果然厉害得很啊 孟吾淮呵呵笑道 老朽乃是小天尊的固有 比你有用多了 小天尊岂会用尸神大法控制我 徐英假装从尸神大法的折磨中缓过劲来 抹去额头冷汗 孟吾淮 你能有什么用 碰来仙山而今落在我手中 我率领仙山投靠小天尊 还能帮小天尊完成补天计划 你 你能帮小天尊做什么 此言一出 孟吾淮额头冷汗 津津津急忙向小天尊看去 果然小天尊向他投来审视的目光 我能帮小天尊的太多了 孟吾淮连忙说道 我熟知第九先王和五绝先王的底细 知道围绪的奥秘 对了 我还知道帝君的紫幽明刀的下落 就是当年那个斩杀了徐英的紫幽明刀 徐英文言心头一突 他的第一式战败贝秦 但这一身修为着实惊天动地 无人能将他斩杀 于是 帝君赐下他的仙气紫幽明刀 这口仙气将徐英肉身原神斩杀 只是 紫幽明刀还是不能彻底斩杀徐英 徐英只剩下不灭真灵 有有新的肉身魂魄自不灭真灵中诞生 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后来紫幽明刀并未回到仙界 而是依旧留在凡间 随时应对不测 倘若有人寻到这口仙气 只怕斩杀徐英轻玩一举 徐英绝对不想再度回到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 想到这里 他笑道 我可以帮小天尊斩杀敌口 清除一击 你行吗 你刚才还需要让这位小友搀扶着才能走来 分明是重伤之躯 没有半点力量 孟吾槐立刻精神大振 不负从前的老朽姿态冷笑 徐英 我只不过是装作伤尸未遇而已 离开了蓬莱 你什么也不是 你能帮小天尊做的我也能做 好 那么下次遇到敌人 便请孟仙主出手 让我见识一下孟仙主的真本事 孟吾槐痛快答应 随即正了正 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自己明明得到消息 匆匆赶来 打算趁着小天尊遭到重创 将其擒下换来重返仙界的机会 怎么现在就变成为小天尊处理了 我原本是想试探小天尊的伤势有多重 要不要拿下他取个非生名额 现在因他的尸神大法而不敢试探 我已没有些憋屈 只是尸神大法连徐英都被折磨得服软 他自然不敢轻易冒险 若是小天尊的修为实力还在 自己岂不是自取其辱 他怎么也没料到 尸神大法只是徐英随口编造 并无这种法门 被控制的也不是徐英 而是小天尊 徐英露出笑容心想 待会儿遇到故人 便让孟吾槐出手 可以看看他神通道法路数 以及实力高低 他若是受伤 那就更好了 直接弄死他 孟吾槐身边的兰衣少年 不住地打量徐英和小天尊 若有所思 第707集 正宗太阴 徐天公 徐英留意到他的目光 露出和善的笑容 小兄弟 怎么称呼 兰衣少年连忙说道 在下周牙叔 是先主新晋收的弟子 你师父的伤势如何了 他被我打伤 这段时间 伤势应该快好了吧 孟吾槐咳嗽一声 周牙叔连忙说道 我师尊学究天人 太阴 徐天公出神入化 区区一点小伤 早就痊愈了 孟吾槐露出笑容 许英眨眨眼睛 太阴 徐天公 莫非就是孟吾槐的功法 他的先王功法 的确极为神妙 孟吾槐的神通 须天鼎 所过之处 一切皆化作虚无 这一首神通 着实惊人 令徐英也极为忌惮 四人中 三人心怀鬼胎 一人昏迷 向前走去 突然 孟吾槐停下脚步 哪位朋友 在这里设下先阵图 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徐英心中一惊 急忙催动 胡天正道经 打量四周 果然看到这里的山水树木 与真实的世界 有一层淡淡的分解 就算仔细观察 也不可能分辨得出 徐英所修炼的天眼神通 是德子清碧仙子 清碧仙子修炼的 则是胡天问仙经 还不如胡天正道经 徐英用胡天正道经 只能勉强的看出 山水边缘有问题 而孟吾槐却一眼看出不对劲 这位先王的确有点水平 前方山水寂寂 并无任何人出来 还想隐藏 孟吾槐冷笑一声 轻轻一掌拍出 突然 前方天地虚化 山川树木通通化作虚无 接着天地剧烈抖动 一剑掀起随之浮现出来 却是一卷阵图 那阵图散发鲜光 但是自身却不断化作虚无 根本无法挡住孟吾槐的掌力 徐英心头一跳 太阴虚天宫 的确霸道无比 眼看那卷先阵图 便要完全虚化 突然一个身影从后方杀来 向小天尊扑去 孟吾槐身形鬼魅般绕洞 来到小天尊身后 抬手一掌 迎上那先徒主人的神通 来杀小天尊的是一位祖庭高手 如神如仙 实力强大 比祭道人还要高出一筹 与孟吾槐手掌碰撞的一瞬间 脸色巨变 抽身变走 此人活不了了 孟吾槐被阵的气息浮动 连连后退 急忙稳住气血 他中了我的神通 长则一天 短则小半个时辰 便会一身虚化 肉身原神都要不断蒸发 直至死亡 羡望神通果然不足 他不禁皱眉 遇到如此诡异的神通 他的确不亦抵挡 玲珑天宗应该就在附近吧 若是寄起此宝 别说孟吾槐只是飞升期境界 就算他是先王境界 只怕也能镇死 徐英仔细感应玲珑黄金宝塔的方位 却什么也没有感应到 他从乱星海上岸 走的路不是原来的路 距离玲珑天宗越来越远 他不认识路 这时前方消声响起 徐英心头一突 烂道一声不妙 苍蝴之人 这次真是阴魂不散 他撇了孟吾槐一眼 有了主意 小天尊淡淡而说道 孟先主又来敌人了 该你出手了 孟吾槐不宜有他 迈不上前 这又何难 我去解决他 他向前走出几步 突然脸色微变 只觉体内的大道在消声中 蠢蠢欲动 孟吾槐抬头露出惊讶之色 来人是个高手 他原神飞出 体内仙道四溢 迸发出仙道道音 与那音律抗衡 但见四周天地一道横行 顷刻间草木疯狂生长 扭曲 宛如无数触手凌空舞动 孟吾槐宇那销声抗衡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徐映全身贯注 关注着这一战 试图寻出太阴虚天宫的破绽 突然他身边那蓝衣少年说道 太阴虚天宫的功法 我这里有一份 徐映正住 向周牙叔看去 我是远处大世界道真宫弟子 几个月 一到虚天鼎神通 从道真宫上方划过 我道真宫因此灭绝 徐映心头微动 他说的虚天鼎神通 正是当初徐映与孟吾槐隔空对战 孟吾槐所施展的神通 周牙叔取出一卷经书 塞入徐映手中 徐映翻开经书 匆匆看去 经书的内容正是 太阴虚天宫 不过从其抄录的内容来看 周牙叔并未得到孟吾槐的真传 因为这卷太阴虚天宫中刻录的太阴虚天四字仙道符文似是而非 囊括的仙道并非真正的仙道 真正的太阴虚天宫 应该是以四字仙道符文来记载经文 阐释最高奥妙 文以再道 这种仙道文字往往要记录在御简上 称作御简道书 而不是纸上 纸无法承载仙道文字的道横 周牙叔的这卷太阴虚天宫 大部分都是抄录 只有太阴虚天四字 笔记不同 应该是孟吾槐 亲笔书写 但是这四个字空有其形 而无真正的仙道藏于其中 分明是不想传授真功给周牙叔 徐映飞速阅读一遍 目光闪烁 虽然周牙叔送来的太阴虚天宫不是真经 但看到太阴虚天这四个字 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更为高深的仙道符文 也是这四个字 更为精妙 太阴虚天四字 唤醒了他第一世的某段记忆 让他对这四字仙道奥妙 无师自通 这四字的奥妙 再加上太阴虚天宫的心法 徐映立刻便将这门功法掌握 周牙叔送来的不是真经 我无法得知孟吾槐这门功法的破绽所在 既然如此 那么我所幸便修炼太阴虚天宫 以笔之道 管是笔身 徐映不由分说 立刻催动这门功法 运练起来 我倒是要与孟仙主比一比 看看谁的太阴虚天宫才是正宗 过了不久 突然销声和仙道迷迷之音止歇 前方山林陷入寂静 周牙叔暗暗心急 这时 他露出惊骇之色 看消徐映 只见徐映身形渐渐虚化 由实化虚 像是要从世间消失一般 过了片刻 徐映又由虚化实 再过不久 徐映再度由实化虚 如此再三 方才渐渐稳定 周牙叔静一不定 他在仙主孟吾怀身上 见到过这种异象 他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仙主孟吾怀好像 好像还不如他施展的精妙 可是 他明明刚刚拿到太阴虚天宫啊 这时 徐映睁开眼睛向他微笑 牙叔 你想不想学正宗的太阴虚天宫 周牙叔连忙说道 我学的便是太阴虚天 但我教你的才是正宗 连梦吾怀都不会的正宗哦 第七百零八集 倒差一分 公差十倍 周牙叔愕然 你明明刚刚才从我这里学会太阴虚天宫 怎么就正宗在你了 他把自己抄露的太阴虚天宫交给徐映 只是想靠徐映的手 寻出这门功法的破绽 杀了先主孟吾怀 为自己师门报仇 他也是哄服当头 自己的这个举动 没想到为自己带来莫大的机缘 徐映将自己领悟的太阴虚天宫传授给他 周牙叔也是聪慧过人 是道真宫的天才 细细参悟徐映所传 先前怎么修炼 怎么参悟也不明白的地方 豁然贯通 从前怎么也练不会的神通道法 突然变烂熟于胸 他头一次觉得 修行是如此简单 如此美妙 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 不需要死板的练习 也不需要苦修般折磨自己 他这才知道 徐映刚才所言不虚 徐映的太阴虚天宫 的确更为正宗 比孟吾怀更为高明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他正在疑惑 突然孟吾怀从山林中走来 像是受了伤 走路摇摇晃晃 有气无力 苍越真人 不愧是祖庭排名前三的高手 这身本领果然厉害非常 老朽使出权力还是留不下的 被他逃走了 徐映目光落在孟吾怀身上 苍越真人根本没有与他动手 苍越的伤势虽重 但毕竟是半仙 足以将他割杀 苍越真人没有动手杀他 那么这两人事才在聊些什么 他得到太阴虚天宫 面对孟吾怀便有了七八分的把握 但苍越真人不同 苍越真人在祖庭高手之中位列第三名 排名仅次于小天尊和燕真君 他是唯一一个敢光明正大与小天尊作对 甚至亲自奔赴参道台 袭杀小天尊的人 其他祖庭强者如祭道人 只敢在小天尊遭到重创之后来捡便宜 敢于直接谋害小天尊的苍越是唯一一个 没有过硬的本领 谁敢袭杀小天尊呢 倘若孟吾怀还是蓬莱的先主 那么苍越真人只怕要比他逊色一分两分 但孟吾怀被徐应展露境界 从蓬莱驱逐出去 这身本领便与苍越真人有着天谦般的差距 不可能是苍越的对手 显然 孟吾怀说谎 两人既然没有大打出手 那么他们二人谈论的内容便很有趣了 苍越真人没有与孟吾怀交手 直接退走 那么他真的退走了吗 徐应没有主动巡视四周 而是让小天尊抬头 私下巡视一番 这才收回目光 能够带给苍越真人足够威慑的 只有小天尊 因此让小天尊巡视会带给苍越真人足够的心理压力 让他不敢轻易出手 孟吾怀排山来到众人身前 突然咳嗽两声 气喘吁吁 老朱刚才与苍越真人博命 受了重伤 牙叔 还不过来搀扶我 卓牙叔连忙上前 掺住他的手肘 孟吾怀老太隆中 他先前还自称老朽 现在却自称老夫 老朽有些自谦的意味 老夫便有些依老卖老的意味 徐应原神控制着小天尊的肉身 像是听不出这点细微的区别 官妾说道 孟先主劳苦功高 先且歇息 孟吾怀目光闪动 亦不亦趋地跟着他们 小天尊太爱 待会儿若是再遇到敌人 老夫恐怕是派不上用场了 小天尊看向徐应 徐应攻身 我出手便是 孟吾怀喘了口气 是才苍越之人告诉我 他勾结围续五爵先王 让一万多名徒子徒孙进入祖庭 在参道台设下埋伏 祖成万仙五爵阵 将小天尊重创 小天尊似笑非笑 你相信了他的话 孟吾怀连忙说道 我哪里敢信呢 不过他言之凿凿 若非亲眼所见 将小天尊施展神功七转的情形 都说了出来 还告诉老夫 小天尊神功七转时 破诊之所在 由不得老夫不信 小天尊悠然 莫非孟先主想见识一下 我七转神功的破诊 徐应虽然不知道 神功七转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七虎南下 也只得这么说了 孟吾怀慌忙低头 老夫怎敢领教 九转玄功 徐应心头咯噔一下 糟糕 小天尊的功法 名字好像说错了 孟吾怀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小天尊 咱们莫非要去混员工 混员工中有小天尊补天的器物 到了那儿 便无需担心那些追杀天尊的萧萧之徒了 孟先主不愧是我的知己 没错 我们正是要去混员工 可是这混员工不在这条路上啊 小天尊 你方向走反了 小天尊不以为意 风轻云淡 狡兔三窟 你所见过的混员工只是我其中一座宫殿 除此之外 我还有几处宫砚 都叫做混员工 那里有许多忠于我的强者 孟吾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小天尊 老夫身手重伤 道心不稳 担心苍越真人卷土重来 此人修炼魔道音律 善于蛊惑人心 老夫担心会被他控制背叛天尊 还行小天尊 在老夫体内种下诗神大法 免得老夫酿成大话 徐映和小天尊 齐齐向他看去 孟吾怀满面忠诚 大意凛然 随时准备舍生取义的样子 小天尊劝道 孟先主 诗神大法 只有对恨之入骨的敌人才能施展 你是我的知己道友 我岂能对你下次毒手 孟吾怀 诚之万分 小天尊当我是知己道友 我何尝不是如此啊 那苍越真人狡诈无比 我若是被他的魔鹰蛊惑向你下手 岂不是亲者痛 仇者快 小天尊尊尽管动手 诗神大法极为凶险 我一个念头便可以让你生不如死 为小天尊安全 生不如死又算得了什么 你是我道友 我岂能 孟吾怀突然哈哈大笑 直起腰身 推开周牙叔 搀扶自己的手 小天尊尊 你不会所谓诗神大法吧 小天尊错个万分 孟先主 你这是 孟吾怀冷笑一声 看来苍越真人没有骗我 小天尊的确伤势极重 甚至重伤昏迷 能够在万仙武爵阵的围攻下 还能破阵 硬汉武爵先王和苍越真人 只是许应用秘法控制小天尊的身体而已 小天尊面色不改 许应却面色惊恶 诗声说道 孟吾怀你何处此言 你闭嘴 孟吾怀目光充满杀意扫了过来 许应 你盗取老夫的蓬莱仙山 消老夫境界 你以为老夫会与你善罢甘休 老夫投靠小天尊就是为了报复 夺回仙山 许应乖乖闭嘴 小天尊却缓缓说道 孟吾怀 我本以为我们会是朋友 没想到你居然包藏祸心 既然你想见识一下我的师神大法 那么我便成全你 他的头顶白气蒸腾 慢慢地抬起右手 孟吾怀心头微震 难道 难道苍越这人骗我 难道小天尊没有受伤 我现在跪下师父还来得紧 就在此时 许应从小天尊身后错步而出 身形闪到小天尊身前 手掌微微一晃 掌心浮现出虚天顶形态的印记 这是先主孟吾怀的拿手神通虚天顶 先主孟吾怀抬手应接这一招 同样也是虚天顶印 两人印法碰撞的刹那 徐应身后嗡嗡嗡的浮现出六座挪祖洞天 法力请客间提升到极致 足塔六仙之御 先主孟吾怀身后 万丈元神浮然跃出 先到翁明 请客间形成元神道场 两人尽力吐石 各自气息震荡 第709集 倒差一分 攻差十倍 太阴徐天公 先主孟吾怀心中一惊 突然身形油石化虚 徐应的掌力如同打在虚空之中 他身形虚化 不见人影 仿佛藏匿于虚空之中 冷笑 徐应 你在我面前施展我所开创的功法 真是不知死活 突然 徐应也身形隐去 油石化虚 周牙叔惊疑不定 望向四周 不见人影 只能看到虚空之中 突然有神通爆发 打得天空不断炸开 先前神通爆发之地 还距离周牙叔很近 但是下一刻 便远去数千里 周牙叔仰望 看得眼花缭乱 突然徐应和孟吾怀 一边自高空坠落 一边近身肉搏 在短距离爆发各种印发神通 对方的掌印每击中到他们身上 他们肉身原神便会随之虚化 让对方的神通落在空处 毫无作用 两人下坠速度越来越快 攻势也越来越快 让人眼花缭乱 两人施展的是同一种功法 神通也相差无几 肉身原神虚化 往往打不中对方 想要给对手造成伤势 便只能比拼 各自在太阴虚天公上的造诣 孟吾怀越打越是心惊 徐应先前施展太阴虚天公 还有些生疏 但随着与他交锋 成长迅速越来越老道 先前他还能毫无难度地 避开对方的印法 现在躲避越来越艰难 徐应的印法 自他虚化的肉身原神中穿过 震荡的力道 甚至有让他肉身原神 由虚化石的驱使 让他极为难受 这表明 对方在太阴虚天公上的造诣 渐渐超过自己 我才是太阴虚天公的开创者 孟吾怀双目瞪圆 出手越来越快 身后道场之中 万丈原神也自疯狂出手 向徐应攻去 徐应六仙之狱中 天道化身浮现 与原神疯狂对攻 昏昏的 两人四道身影 从天坠落 砸入不远处的山林 恰巧 坠入一片仙道异常区域之中 狂暴的进风呼啸激荡 将无数魔化的树木连根拔起 席卷着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向外扩张 将更多的草木 卷入风暴之中 那片仙道异常区域中 是一片绿色的潭水 徐应和孟吾怀落在潭水之上 两人目视对方 一动不动 潭水四周 魔化的山林已经被摧毁 而潭水下 正子咕嘟咕嘟的冒着气泡 团团绿色鲜光 自那些气泡中炸开 飘荡在他们的周围 水底 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水下游动 露出惨白的脸 自水下仰视他们 尽显身材美好 徐应和孟吾怀不为所动 突然 两人身后浮现出森白鬼手 向两人抓去 潭中仙子也顺刻间变得面目猙獰 化作白骨 似要将两人拖入水中吞噬 然而 那潭中鬼仙却抓了个空 他的利兆 从两人身上挥过 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那鬼仙吃了一惊 缓缓沉入水底 他虽是此地的诡异 对他来说 这两人更为诡异 他感觉再招惹这二人 自己恐怕便会魂飞魄散 连残念都会被打得灰飞烟灭 突然孟无怀笑道 你是从我那个弟子周牙叔身上 得到了我的太阴虚天宫吧 徐映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强得离谱 他感慨万千 当年我与其他先王 借到截杀你的命令 我在第四天关布阵 大家都在同一个境界 但是我们用仙气和天道神气布阵 竟还是被你将阵伐杀穿 你就像是一个噩梦 从星空中走来 身后都是仙神尸体 我成为蓬莱仙主之后很多年 只要入定太深 便还会有心魔滋生 梦见你从血泊中向我走来 孟无怀面色黯然 一万六千年前 你和燕宝儿来到蓬莱 我发现你已经废了 变得弱小充满了弱甜 但我还是不敢向你出手 只得向那些坠杀你的 仙神通风报信 前不久你又来到蓬莱 我还是不敢直面你 只敢等你离开之后痛下杀手 但是今日不同了 这位高大的老者身板挺得笔直 讥讽道 我发现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 你从我那猎徒身上 学到了我的功法神通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兽徒藏丝 而且藏了不止一手神通 他突然出手 神通斗变 哈哈笑道 他此次出手 比虚天鼎 虚天印 道王级等神通更加精妙 周身道文震荡 形成虚虚真真的道场 他的指令 从万千虚空中穿出 刺向徐映 同一时间 徐映也是一直点出 顷刻间便见绿水潭 万千道直立纵横交错 痴痴作响 两人身形错开 徐映闷哼一声 心口啪的一声 有血光炸开 他催动太阴虚天公 躲开了万千道直立 但还是有一道指令 未曾来得及虚化肉身 元神被一直点爆了心脏 徐映抬起右手 飞速点在自己的心窝各处 风筑血脉 双脚左右错开 蜥蜴之欲浮现 他的元神飞出 在他的蜥蜴之欲穿梭 炼化新月仙山上的各种道伤 力求在气血耗尽之前 将道伤炼去 以他强大的生命力 心脏可以快速再生 但阻碍再生的是道伤 就在他炼化道伤之时 孟无怀面色铁青 落在他的身后侧头说道 我也是吧 徐映没有回头 淡淡的说 倒差一分 公差十倍 你的道狠不如我 理所当然死在我手中 先驻孟无怀哼了一声 背对着他向岸边走去 镜子穿过层层山林 来到小天尊和周牙叔面前 你背叛了我 为什么 孟无怀探手 抓住周牙叔的咽喉 将这少年提起来 恶狠狠地说道 我是你的师父 周牙叔 被他捏得喘不过气来 你还记得我拜 拜你为师 身后的那座神山吗 孟无怀正了正 想到了那座消失一大块的山头 周牙叔趁机 元神飞出 催动徐映刚教他的 太阴虚天弓 翻手便是虚天鼎翼 改在孟无怀的额头上 生死力竭地叫道 那才是我师门 师门里有我两千八百位同门 师兄师弟 师姐师妹 还有我师尊 这一击 对孟无怀来说无关痛痒 但是却引动他体内千百道指力 他刚才拼命镇压住这些指力 此刻被这一印引动 顿时徐映的指力爆发 他的肉身元神体内传来炮竹般密集的爆响 肉身元神当场炸开 身死盗销 魂飞破散 周牙叔落在地上呆了呆 随即狂喜哈哈大笑 我报仇了 我终于报仇了 他笑声如哭 跪在地上陷入癫狂 徐映的太清元神 控制着小天尊的肉身 正欲说话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不要告诉他真相 让他以为他已经报仇 放下这段恩怨 岂不是更好 小天尊 徐映心中大喜 太清元神从小天尊的十二重楼中飞出 来到西夷之域的玉京城 果然看到了小天尊的元神 小天尊的元神苏醒 解开道场的封印 但是元神还是很虚弱 苍月真人就在附近 以我现在的状态 还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只有一次偷袭他的机会 此时简单 他话音刚落 便将自己留在小天尊体内的太清元神收走 小天尊呆了呆 正欲掌握自己的肉身 却又立刻回过神来 软绵绵地躺倒在地 徐映的太清元神化作一道白起 飞向绿水潭 回到徐映体内 徐映收回这道元起 元神一分为三 进入西夷之域 治疗道伤 就在这时 突然销声顿起 带着阵阵杀伐之音 让人体内道向失控 道心入魔 癫狂错乱而死 徐映面色俱变 西夷之域中的道伤 已经治疗七七八八 急忙起身 向小天尊所在之地飞掠而去 藏与这人 你敢 一个体态修长的道人 面带笑容地向小天尊走来 他的身后 元神如同八臂魔神 两只手持冻枭吹走 正是苍越真人 周牙叔修为境界最差 早已被销声所控制 体内道向紊乱 反攻自身 危在旦夕 而被徐映舍弃的小天尊 身躯乱缠 体内像是也有大道失控 陷入自相残杀之中 徐映 徐映 你的心思缜密 才能活到现在 不过你还是露出了马脚 徐映还未充至 却见苍越真人哈哈大笑 身后元神多比飞舞 猛然拨动 琴针琵琵琶 敲响钟情大鼓 阵阵道音 呼啸向徐映冲去 这些道音肉眼可见 阴波所过之处 山林皆碎 天空也被切成无数碎块 徐映身形连连闪动 却被逼得越来越远 无法接近他们 猛然间 徐映催动八荒炼日炉 藏身红炉之中 红炉迎着道音向前横冲直撞 但是下一刻红炉破碎 徐映周身 乱星海涌动 无数星辰护体 拥着他向前冲去 但在那恐怖的 道音攻击下 乱星海也飞速破灭 祖庭的第三强者 实力可谓深不可测 你这一路上 赤斗诸天万界高手 又摸起孟先主的底气 将他格杀 但你还是急切了一些 若非你急于疗伤 收回元神 又岂能让我看出 小天尊原来并未苏醒 苍月真人依依然来到 小天尊身边 向小天尊身体躬身施礼 道兄 苍月来送你一程 娶你人头 助我虔诚自己 他的身后 八臂元神突然催动 钟庆 琴征 琵琶 声 鼓 霄 道音深沉 一发轰住小天尊体内 眨眼前 小天尊遍体鳞伤 那种种音律 轰入小天尊的 西夷之狱中 在西夷之狱 大肆破坏 徐应见状 心头一突 懒到一声不妙 小天尊怎么没有发起攻击 难道 他顾不得许多 奋力向前冲去 小天尊原本便伤势极重 好不容易才从昏迷中醒来 尚未来得及治疗伤势 便被苍月真人如此糟蹋 徐应只是帮小天尊镇压住体内的道伤 并未治愈这些伤势 如今只怕徐应镇压的那些道伤 都会被苍月引动 让小天尊伤伤伤加伤 胡天正道 天地原集在手中 徐应头顶一道轻气飞出 探手向前抓去 但见苍月真人头顶 青天剧烈震颤 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向苍月抓来 这正是胡天正道经中的神通 他在苍月真人的道音攻击下难以攻入 所以施展胡天正道经的手段 与此同时 他只身硬闯 催动神通藏道渊 一道深沉大渊 吞噬天地大道 苍月真人的道音 每每被藏道渊吸收便如泥牛入海 杳无声息 但即便是藏道渊也难以坚持多久 便搞破灭 徐应迎着道音冲击向前奔去 神性一瞬间化作虚无 但那道音竟然将他的肉身 从虚无的状态中震出 让他优虚化石 徐应心中一沉 太阴徐天公这等先王功法 竟不能在苍月真人面前保全自身 我刚刚用此宫诛杀先主 没想到此宫便被苍月破去 徐应身后六大洞天旋转 拼着受伤冲上前去 终于冲置尽前 苍月真人元神波动琴弦 迎战天空中落下的天外大手 就在此时 小天尊突然比之起身 轻轻一掌 排在苍月真人胸口 苍月真人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被这一掌打得前胸凹陷下去 后胸炸开 半截身子险些折断 与此同时 徐应横身杀指 催动八荒炼日炉 将苍月真人的元神 咻的一声收入炼日炉中 炼日炉内八音震动 却使苍月真人清醒过来 催动元神 炼日炉浮动 出现一道道裂痕 徐应镇压不住 苍月真人的元神 阵列炼日炉 便要飞出 小天尊飞身而起 连续三指 点在元神之上 第一指打出元神中的天魂 第二指打出地魂 第三指 正要将其生魂打出 苍月真人元神 已然拨动琴弦琵琶 摇动大钟 将小天尊轰落下去 徐应趁此机会 一剑瓶瓶消去 苍月真人头颅离体飞起 元神八臂断裂 徐应再起一剑 却见苍月真人的元神 抓住自己脑袋上的头发 撒腿就跑 小天尊落地的一瞬间 聚集残存力量 连续屈指弹曲 吃吃吃的 苍月真人的元神 顿时前后头亮 多出几个大盾 那元神亮枪 发力狂奔 突然天空中 一只天外大手 狠狠砸下 将苍月元神 砸得连番带滚 小天尊身边 徐应催动 胡天正道经 或止或掌或全 一计又一计攻去 天空中 巨指巨掌巨拳 不断落下 轰轰轰的 那片大地 被打得山巒尽碎 万物化作鸡粉 徐应连续数十兆攻处 他也有些吃不消 催动欲吃动天 恢复元气 小天尊浑身是血 一瘸一拐地 向那里冲去 眼儿口鼻血流不断 显然旧伤复发 徐应强行文系 攻击强度 免得苍月真人 缓过气来 带着小天尊 奔到那里 他这才停止进攻 喘了口气 立刻飞速掠去 他来到小天尊身边 降落下来 向前看去 只见此地 已经被他打成一个 深达千丈的盆地 方圆数百里 第七百一十一集 燕真军 小天尊松了口气 气息急剧衰落 尾顿不堪 一屁股坐在地上 终于死了 徐应双腿也有些发软 苍月真人原本便有伤在身 没想到 在遭遇小天尊偷袭的情况下 还是如此强横 坚持这么久才死 这时 徐应才觉得身上火辣辣的 却是他冲去营救小天尊时 苍月真人在他身上留下的倒伤 先前他急于救人没有察觉 现在才觉得疼痛 过了片刻 小天尊勉强压住伤势 摇摇晃晃起身 徐应提醒 小天尊 你身上的衣裳都是血 小天尊低头 看着自己身上的血污 深深皱眉 你昏迷这些天 我从没有帮你换过衣裳 也没有帮你洗身子 小天尊眉头皱得更紧 徐应善意提醒 你刚才坐在地上 屁股上都是土 小天尊瞥他一眼 不弄自危 允寒警告之意 徐应 别忘记了 你还算是我的阶下囚 你背叛祖庭 必要付出代价 徐应连连点头 我自然记得此事 你屁股上都是土 你不拍一拍 小天尊冷横一声 拂袖 哼 不用你指定 我敢用我的座驾 要不了多久 座驾便会前来接我们 徐应文言连忙往回跑 我去看看那个周牙叔 是死是活 小天尊见他转身离去 连忙用手 担了担屁股上的土 徐应猛地回头 看到这一幕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小天尊心中一慌 有些手足无措 旋即 他又醒悟过来 我何须怕他 而今不是四万八千年前了 徐应收回目光 露出笑容 心想着 他还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 他是我徒弟的事情 且看看这小子 到底是想杀兄师父屠杀老师 还是想在老师面前装模作样 刚才藏越真人 虽不是针对周牙叔 但是周牙叔也因此遭到牵连 体内道向失控 差点死在当场 徐应帮他镇住道伤 带回小天尊身旁 小天尊皱眉 你认识这个少年 徐应就醒周牙叔 我在原初世界时 孟先祖企图杀我 结果他在神通扫过周牙叔的宗门 导致那个宗门灰飞烟灭 此时因他杀我而起 所以我有义务照顾他 周牙叔醒来 扶植心灵急忙向徐应叩拜 恳求老师受我为徒 小天尊立刻变了脸色 哼了一声 徐应 你是将死之人 岂可受他为徒 况且你助他报了命门之仇 算是对他有恩 没有任何照顾他的义务 徐应面色肃然 小天尊教训的是 周牙叔 你带来太阴徐天公 助我斩杀孟先祖 报了第一事的大仇 我对你有恩 你也对我有恩 咱俩扯平了 我要与你八百为交 一劫金兰 结为异性兄弟 小天尊脸色铁青 抬手挡住两人身前 且慢 你们不能结为兄弟 徐应扬怒 小天尊 你未免管得太宽了 我与他结为异性兄弟 你凭什么阻拦 小天尊额头青筋战起 握紧拳头 又悄悄地舒展开来 因为我要收他为徒 这小子天资聪颖 不逊于楚天都 所以我动了连财之心 我不想因此背上杀我徒儿的异性兄弟之名 徐应姓姓 算你说的有道理 这时 红光漫天 徐应抬头望去 只见远处一道红侠像这边飞速袭来 云层中暗藏两股无比可怕的太古异兽气息 那两股气息 即便是比祭道人那等存在 也不逊色 小天尊仰头 我的坐驾来了 那红侠散开 两只墨气林拉着一辆宝碾 从天而降 宝碾上是一片火红的滑盖 滑盖四周阴落垂珠 又悬挂考老大小的几粒明珠 世财的灿灿红侠便是自滑盖射出 两只墨气林拉着宝碾落地 来到小天尊身边 轻易地蹭了蹭他的身姿 小天尊登上宝碾 瞥了许英和周牙叔一眼 上来吧 许英站在两只墨气林面前 赞叹连连 看着两只墨气林肃然说道 啊 两位倒有神俊异常 机器如此强大 一看便是太古豪杰 我愿与两位八败结交 结为异性兄弟 小天尊的手不由地抖了一下 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他失忆这么久 不知道何时染上了这败把子的陋戏 不知道给我整出了多少世书世博 我小天尊的名头 许英便要硬拉着两只墨气林结拜 小天尊咳嗽一声 两只墨气林原本盛情难却 真的打算与他磕头烧香 结为兄弟 但是听到小天尊的咳嗽声 连忙拒绝 许英只好登上麒麟宝脸 样样不快 两只墨气林拉着宝脸冲天而起 向祖庭的另一侧驶去 这辆宝脸叫做红华宝脸 其中华盖寄起之后自成天地 漫天红光 其中鹰落垂珠化作繁星 几颗明珠是用日月炼成 就算苍月真人巅峰时期 也很难攻破 许英不解 那么你为何之前 没有带来这两宝脸 小天尊不假思索 我来见你 无需如此奢华 他此言一出顿觉不妥 于是不再言语 麒麟宝脸兴事半日 在天空中留下一道红霞 突然 前方云霞躲躲 挡住去路 云霞上是一片玉台 玉台上有宫雀 多有妖娆少女 漫步其中 有男子在宫门处抚擒 前方云雾飘渺 以红肠女子 在云雾中舞剑 主上 是燕真君的行宫 其中一只墨麒麟说道 小天尊目光悠悠 燕真君挡我去路 莫非也是来杀我的 说话间 那父亲男子目光扫来神情淡然 我此来 只为看看你是否果真如传言那般 遭到重创昏迷不醒 倘若你被废了 我便是祖庭第一人 没有了你这个对手 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 许应从宝念中探出头 燕真君豪气万丈 令人钦佩 在下许应 愿以真君一结金蓝 结为异性凶 小天尊立刻捂住他的嘴 向燕真君说道 我好得很 死不了 我在一日 你便始终只能屈居第二 燕真君摇头说道 等你伤势好了 再较量一场 他正欲吩咐宫女启程 小天尊突然笑道 还有一事要劳烦真君 请真君散布消息 便说小天尊要回混员宫养伤 燕真君惊讶 你想将所有敌人吸引到混员宫去 好 好 小天尊果然还是小天尊 他瞥了许应一眼 这位兄台名叫许应 你若是想结拜的话 在下随时奉陪 许应被小天尊控制 无法应答 众多宫女操控云霞 渐渐驶离此地 一个宫女笑道 陈君为何要答应 与那许应结拜 一个极机无名之辈 岂能做真君的弟弟 不是他做我弟弟 而是我拜他为兄长 燕真君轻轻拂弄琴弦 微笑着 他是小天尊的恩师 我拜他为兄长 占了小天尊一个辈分的便宜 何乐而不为啊 第七百一十二集 碧游公扎小人 燕真君风采偏然 有古事之风 倘若能与此人结拜 不枉此生 麒麟碾上 徐应感慨 小天尊眼角肌肉 抖动一下心中默想 实在不行不如杀了他 让不灭真灵再找出一个师父 两只墨其林载着他们奔行两日 渐渐疲乏 就近停下歇脚 此地有个宗派 名叫碧游宗 他们来到此地时 宗主玄牙子温讯前来迎接 请小天尊 许应 周牙叔等人落脚歇息 这两日小天尊自我疗伤 气色好了许多 玄牙子 追杀我者众多 我在你这里歇脚一日 便立刻离开 不会连累你 玄牙子笑道 小天尊对我毕游宗 有再造之恩 这事留在毕游宗 又有何妨 我毕游宗上下 势必守护 小天尊的安全 小天尊摇头 取取小事 我自己可以解决 无需劳烦你们 对了 有素一些的衣裳 为我背两套 还有沐浴的地方 也劳烦道友为我背好 悬崖子称事 下去准备 许应与周牙叔则在 毕游宗游览 这毕游宫 四周有十几座山峰 倒叉在地上 山峰周围的大地上 遍布峡谷 想来当年这些山峰 应该是漂浮在天空中 不知何故坠落 砸入大地 峡谷便是山峰落下时 砸出来的大地裂痕 许应放眼望去 只见毕游宗内外 仙道异常区域 数量众多 泛着红的绿的白的光芒 霞光如青雾飘渺不定 许应只觉心惊肉跳 那些仙道异常区域 往往有异常凶悍的大凶之物 轻易难以接近 不过 毕游宗内虽然也有一些 仙道异常区域 但多数已经被毕游宗 用重宝或者阵法镇压 不会生乱 此地的危险 丝毫不逊于离恨员 在更远的地方 许应还看到 有一口顶天立地的断剑 如同天的墓碑插在大地上 上端藏在云雾之内 散发出滔天杀气 方圆数千里不见活物 甚至连仙道异常区域也没有 断剑不见把柄 剑身上有凌乱的道纹 组成鸟转重门 许应细细读取 低声说道 诸仙 他仰望那口断剑 心神仿佛也要被断剑割开 此剑可观摩倒像 但同时又难以观摩 单单观看此剑 都会被割裂心神 常人倘若注目 眼睛只怕都会瞎掉 倒横不行 强行观摩只会受损 对面的山崖上 还有人在修炼 是个少年 已经炼成金丹 正在试图突破 化金丹为原神 旁边还有十多个年轻人 为他护发 其中一个年长的 正在为那些年轻人 讲解化神精妙 那少年周身光芒灿灿 体内像是有一团珠光 经五岳仙山 过尾驴玄关 走天山过天河 过了夹几 来到咽喉 他咽喉内有一团神光照耀 映照猴杰 如十二重楼 金丹便是在这里化作原神 入瑶池而脱胎 登神桥而入天关 他欲惊而飞升 那碧游宗少年功法运转到极致时 便见天地间 霞光纷纷涌来 这正是金丹破而原神出的异象 举应也是前不久 才正式修成原神 想看看他人修成原神的情景 于是驻足观望 碧游宗四周的天地元气 也被那少年引动 从空中涌来 注入那少年体内 完成金丹到原神的蜕变 需要原神极为庞大 天地元气不足的地方 还需要服用灵丹妙药 才能完成蜕变 不过 碧游宗一代的天地元气充沛 无需担心这一点 许应看到天地元气中 夹杂着一些若有若无的鲜光 霞光中的天地大道 也多是破碎的大道 心中诧异 祖庭的天地大道不完整 还有仙道污染 这样突破修成原神 不会留下隐患吗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那少年不知何故 体内丹火骤起 将肉身自内而外点燃 其他人尚未来得及施旧 便见那少年 已经自内而外烧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几件衣物失去支撑 飘落在地 这变故来得极快 让所有人都反应不及 许应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个有着大好虔诚的少年 就这样当着他的面 烧成灰烬 对面山崖上 传来那少年的同门 嘀嘀的哭声和抽气声 年长那人叹了口气 此事命也 愿不得庞然 要是弟没有修成元神的命 许应还未回过神来 只听身后传来悬崖子的声音 这种事情 在祖庭各地都常有发生 不足为奇 许应回头 便见悬崖子头上竖着高高的发迹 身穿飘逸道袍 手肘处搭着浮沉 颇有古意向这边走来 苏庭的炼气室 不仅金丹化缘神石 可能会因为天地大道残缺 或者仙道污染而死 也有可能在寇关器 因为仙道污染入侵而死 还有可能会在焦炼气 因为水火不全 无法炼成金丹 宣崖子像是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到了第二口关器 又有可能因为仙道污染而死 就算过了这些关爱 也有可能会因为瑶池被污染 无法脱胎换骨 就算修炼到神桥 还要面对第三套天官 徐映不禁头皮发麻 祖庭的炼气室修行简直步步都是死局 悟性越高 死得越快 悟性高便会在突破境界时 入道或悟道 入道会因为天地大道残缺而走火入魔 悟道便容易被仙道污染入侵 祖庭中到处都是仙道异常区域 被仙道入侵的可能性极大 就算是毕游宗这等圣地镇压了宗门内部的仙道异常区域 但还是会有弟子在悟道入道时被仙道污染死于非命 至于天地大道残缺造成的死亡更是不计其数 真正能修炼到极高境界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 第713集 碧游宫扎小人 天地残缺 大道不全 仙道污染天地 祖庭民不聊生 炼气室也难崛起 悬崖子身上有着神魔的香火之气 伸手相请 徐道兄这边请 四万八千年来 我们祖庭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外界还有炼气室杀入祖庭 除魔未盗 我被修士很难抵挡 幸好 最近些年 小天尊调教出一个楚天都 战败诸天万剑的炼气室 才让我祖庭 祖庭修士 养眉吐气 徐道兄身上穿的 是楚天都的衣裳吧 道有慧言 许英笑道 小牙子也笑道 楚天都 与小天尊 道我毕游宗几次 虽然总是戴着面具 但这身衣裳 我还是认得的 他身上的香火之气极为雄浑 古老直追真武贯的龟蛇二将 让徐英甚至怀疑 他到底是人还是神 前方一座山巒中突然有强大的气血 直冲云霄 血气形成云雾 久久不散 玄崖子健壮脸色黯然 应该是华正云失职 突破境界时 走火入魔 如今一身大盗 回归天地了 他饶是见惯生死 此刻也有些悲伤 祖庭修炼极为凶险 但即便如此 也还是留下了许多高手 不畏艰辛 舍生忘死 祖庭的炼气室令人钦佩 玄崖子面色肃然 这要多亏小天尊 若是没有小天尊 这些年四处镇压仙道异常区域 尝试补天 只怕祖庭的炼气室远没有如今这么多 他来到一处古老的宫殿前 这片宫殿也是一处仙道异常区域 笼罩在仙光之中 充满了未知 宫殿坍塌倒浮 门户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徐映打亮门尉 只见门额处写着碧游宫三个字 玄崖子没有继续前行 停在碧游宫外 孝天尊想补天道 让祖庭的炼气室不必在突破境界时死亡 不必在入道途中死亡 也不必在悟道时死亡 他有大志向 他取出几炷箱点燃了 秦香向碧游宫拜了拜 碧游宫中有恐怖的仙光涌动 这一刻徐映感应到仙光下 像是藏着一股无比古老的力量 被宣崖子这几炷箱唤醒 那股力量被仙光镇压 此时得以喘息 汲取香火之力 徐映惊仪不定 过了片刻方才说道 小天尊补天道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只是祖庭实在太辽阔了 补天弹何容易 宣崖子脸色黯然 是啊 尤其是祖庭悲若雷乱 诸天万界的炼气势不断入侵 才杀祖庭修士 还有微虚 无视眈眈 仙界又高悬在上 围灭祖庭异如凡掌 小天尊 想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些事业 实在太难 徐映取出几炷箱 正要上前静香 悬崖子脸色微变 连忙拦住他 伸手把箱头掐灭 摇了摇头 徐映不解其意 玄崖子连忙前进几步 查看一番 发现没有香火之气飘入碧油宫 这才松了一口气 徐道雄得罪 玄崖子致歉 当年你在此地 镜香给碧油宫中的那位 古老存在 结果引发先到异常区域暴动 诡异大潮 险些席卷整个组厅 所有人都差点被异化 此事不可再发生一次了 徐映也吓了一跳 啊 诡异大潮 这里就是源头 玄崖子轻轻点头 嗯 事后我们有所猜测 比油宫里的古老存在太过刚烈 得到你的景香 因此香火之气大声 便试图突破阵压 引发了连锁反应 导致整个祖庭的仙道异常区域 全部爆发 祖庭的仙道异常区域 数量太多 星罗齐步数以万计 这些异常区域一起爆发的结果就是吞噬整个祖庭 我们推测 比油宫的古老存在太强 因此在镇压他时有人借用仙道异常区域的力量 只要他苏醒 这些异常区域便会被引动 集合所有仙道力量将之再度镇压 许英不禁悠然身亡 很想回到四万八千年前 看一看那场诡异大潮 仙道扭曲整个祖庭 异化所有生物 场面一定壮观得很 悬崖子看了看他的表情 当年底片是这种神态 令人恨之入骨 许英连忙整了整面色 我已经悔改了 今世的我与那时不同 异压子含魂两句显然不信 许英也没指望他会相信 道有也是那时的恋骑士 异压子点头 我那时还是少年 没什么名头 也就是跟在你们身后 学一点你们整理处的东西罢了 这辈子没什么成就 后来你们走的走 散的散 我也就留在庇佑宫 照看此地 免得再生出什么乱子 这庇佑宫 也是我亲手创立 他仙神兼修 一边修炼炼骑士功法 一边修炼香火之气 存命至今 四万多年勤修不处 修为已经极其强大 许英迟疑片刻还是鼓足勇气 当年我离开祖庭 选择非生仙界 对祖庭有很大影响吗 过去的事情 不必再说了 让它过去便是 我记忆被封印 不知过去的事情 难得遇到一个知情人 当然要问个清楚 悬崖子迟疑了一下 当年你被尊为许天尊 是祖庭最耀眼的人物 追随在你身边的人 都期盼着你能扫荡腰分 还祖庭一个朗朗乾坤 以非生仙界 大家便没了那个精气神 各回各家 没有人在提从前的那些 好言壮语了 倒是小天尊 一直坚持着 做那些你没能完成的事 坚持到现在 当年的老兄弟 倒有不少被他感动的 觉得呀 从他身上 见到了你的影子 我的影子 徐映心中默默说道 你们会恨我吗 悬崖子脚步停下 身躯僵住 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 过了片刻回头展颜笑道 徐天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什么恨不恨的 以前的事 不是早就过去了吗 我早就看淡了 最放不下的 应该是小天尊才对 徐映轻轻点头 我知道 他恨我 悬崖子转过身去 我还有事 不能放白 道友请自便 悬崖子化作一道清光 匆匆离去 落入碧油宫的先天紫金殿 并退左右 双手还有些颤抖 他抖着手 一手取出一个草人 一手取出银针 只见草人上绑着布条 尚书徐映二字 扎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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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当年抛弃我们 飞上仙 结缺富贵 扎死你 这个小人 小人 过了两久 悬崖子终于稳住道心 荣光满面走出紫金殿 恢复昔日从容 待人和善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陪音小伙伴 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七百一十四集 无上见到诸仙 悬崖子气量斐然 令人钦佩 徐映目送悬崖子远去 继续在这碧游宫内打转 不知不觉来到一面石壁前 许多碧游宫弟子正在石壁下观摩 想来是在练功 徐映从一旁走过 忽然一个身着黄一 碧游宫弟子说道 我已经误出大罗身先的剑法了 哗来一声 那些碧游宫弟子慌忙起身 离他远远的 那个黄一弟子笑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 我真的参悟出石壁上的剑法了 书远 你且站着不要走动 也不要催动剑法 一个老城有经验的弟子抬手 一边慢慢靠近一边安抚他 你什么都不要想 就站在这里 六师弟 你快去请师尊 一人连忙去了 黄一弟子说道 你们这是何故呀 我真的已经误出了无上剑法 我师长给你们看 那老城弟子连忙喝道 从前在石壁前误到剑法的人数不胜数 很多人都如你这般 自以为领悟出了剑法 但下一刻便剑气暴体而亡 你不要乱来 等师叔到了 以大法力镇压你 你再动用剑气 便不会死于非命了 他们正在嘲嚷 许应走上前去打量石壁 露出惊讶之色 这是我的剑法 剑平不平 剑平不平 是指一剑平天下不平之事 是许应第一世领悟出的剑法 许应尽管在蜀山剑门学过剑道归真诀 但是剑道归真诀的剑法 也不及他自己的剑法 许应打量石壁上的剑诀 与自己西医之狱中的剑道道像相比较 石壁上的剑诀要青涩很多 想来是第一世早期来到这里悟出的剑法 后来飞升到了仙界 才逐渐完善 不过 许应只是回忆起第一世的剑法道像 并未回忆起剑诀 现在他站在牙壁下打量上面的剑诀 顿时对自己第一世的剑法道像领悟更深 突然 许应快步后退几步 向这片山崖后方看去 哦 果然 山崖后方 那柄名叫朱仙的残剑 屹立在遥远的地方 在云气间呈现出灰白的色彩 它的剑平不平 其实是站在这个位置 参悟朱仙残剑所得的神通 等贤修士根本无法参悟朱仙残剑 因为目光落在剑上 便会被剑翼所伤 加以揣摩剑翼便会伤到自身 若是加以存祥 剑翼便会化作剑气 将自己切开 倘若凝聚为道像 心念移动 便会将自己撕碎 而且 根本不可能有人观摩存祥此剑 化作道像 因为在这个途中 修士绝对会死亡万千次 但许应拥有挪祖洞天 肉身活性达到不灭的程度 可以不断修复自身 他可以修成诸仙道像 化作自己的神通 正在此时 那黄一弟子喝道 我的绝世剑意 盆薄欲出 我已经克制不住了 他此话刚出 忽然绝世杀意冲天而起 异口仙剑道旋 出现在众人头顶 此剑之下 万道绝灭 诸仙不存 众人顿觉 元神骨肉 皆有在剑光下消融的趋势 舒远 你真的练成了 那一众毕游宗弟子 在剑气下瑟瑟发抖 拼命抵御那无上剑气中 带来的杀意 然而根本挡不住 他们的精神意志 也仿佛要在杀意中消融 那老成弟子强自支撑 舒远 你可以收了剑气了 我们相信你了 那黄一弟子也是面色苍白 遥遥遇到 带着哭巧 不是我 我的军事剑意还未破底而出 便被这股剑意镇压了 各位师兄 我可能误错了 眼看他们便要坚持不住 那股爵士杀意渐渐收敛 给众人的压力越来越小 但天空中倒悬的剑气 却给人以更大的压迫感 杀意虽然内敛 但是剑威反而更强 许应目光似正非正 似臂非臂 没有去看崖壁上的剑绝 剑绝他已经烂熟于胸 他在看着远处的诸仙残剑 印证剑绝 吱地生 他的左边脸颊突然裂开 宛如有无形的剑将他脸颊划破 但下一刻伤口便飞速愈合 没有半点伤痕留下 突然 许应心口一道无形剑气刺出 仿佛有人持剑自内而外将他刺穿 但是剑气消散之时 他的伤口已经痊愈 他的身上突然有数十道血剑从内而外刺穿他的身体 血淋漓的 但是血剑断去时 伤口也随之痊愈 山崖下的诸多庇佑宗弟子亥然不敢靠近 刚才那个叫做疏远的黄一弟子更是战战兢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就是误错的后果 老成弟子抓住黄一弟子喝道 看到他的下场了吗 你刚才若是催动剑意 便是与他一样的下场 许应眼瞳突然被无形剑气切开 瞳孔分成两半 随即瞳孔再度喝拢 他的元神突然脖子断去 脑袋落地 但是涌泉动天中的魂力涌来 随即又长出一颗脑袋 他感悟着诸仙残剑上的无上剑气剑意 印证自己在牙壁上留下的剑绝 渐渐的身上的伤口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 父亲一众诸多庇佑宗弟子惊疑不定 突然间心有所处 只觉天地间一种无上之道 变得无比亲近活泼 环绕在他们周围 忽然众人道心通明 竟然相继被拉入悟道之中 甚至有资格高的 直接被拉入入道的状态 与那种奇妙的剑道相合 他们眼前剑气纵横百合 仿佛有绝世剑客在他们面前施展剑道绝技 一朝一世 清晰无比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甚至 有人看到万千剑客无剑的情形 资质越高 所剑变越多 更有甚者 甚至听到剑道的低鸣耳边传来道语 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体验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七百一十五集 无上剑道 诸仙 他们寻常时期来到这片诸仙绝壁 每个人在参悟之时都战战兢兢 他们想得到绝壁上的无上剑道 但是又害怕自己入道和误道时被剑道所伤 被掀到污染 更让他们沮丧的是 他们甚至连入道误道的机会都没有 往往在这片崖壁下领悟的都是错误的剑道 那些误错的必由宗弟子便会有一种得道的错觉 在催动剑气时直接被剑气撕碎 死于非命 现在他们竟然集体进入悟道和入道之中 根本不需要担心被仙道所侵 更不必担心被剑道所伤 他们在短短片刻 得道的感悟便超越以往数十年的积累 甚至超越毕生所学 他们从前领悟出的 而今变得更为深邃 未曾领悟出的 抚养之间比比结实 随意剑取 竹仙绝壁前 忽然又一道道剑气破空而起 散发滔滔杀意 搅动风云 剑光应照方圆千百里 剑气越来越粗大 剑光应照范围也越来越广 渐渐有仙道冥想 脆如奉鸣 万千道剑气 环绕朱仙绝壁飞舞 碧游宗上下 皆被惊动 万千弟子长老 纷纷向朱仙绝壁飞去 有人刚刚落在绝壁附近 脚掌突然一疼 竟被路边野草所伤 你们当心 悬崖子声音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朱仙绝壁被剑道笼罩 花草树木山石乃至水源都蕴藏剑道 当心被剑气作伤 众人急忙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他们私下看去 只见树木的枝叶之间有剑气化作锋芒 路边野草也有锋利剑气 甚至连那山石也有磅礴剑气蕴藏其中 整个朱仙绝壁便如同一柄出鞘的剑 隐约间有无上剑气从崖壁而出直指天穷 此等异象闻所未闻 这就是许天尊 玄雅子来到望向朱仙绝壁的小天尊身边 即便沉沦了近五万载 他来到此地 依旧可以唤醒天地间的剑道 让剑道与他共鸣 经他这番调教 我毕游宗恐怕便要多出几十位剑道高手啊 他言语之中很是开心 祖廷每培育出一位高手都大不容易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更多的人都是在修炼途中便因为各种入道悟道的危险而死去 许英在绝壁下破译自己留下的剑爵 将附近的毕游宗弟子拉入剑道的感悟之中 集体悟道 无形之中让这些人跨过了万千人跨不过的危险 并且这些弟子在剑道上的造诣必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收获之大让玄崖子这个宗主心里也不禁乐开了花 小天尊遥望那越来越壮观的剑气剑光下的许英 轻声说道 从未有人怀疑他的资质悟性 当年探索无量火海 盗启之地 碧游宫都帅宫的秘密的人是他 当年解开仙神双凶秘密的人也是他 当年提出补天计划的还是他 但他却投敌了 玄崖子沉默片刻 我相信他非圣仙界一定有他的苦衷和理由 小天尊瞥他一眼 这些年你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玄崖子笑了 难道你不是吗 小天尊沉默点了点头 我相信他一定有离开祖庭投靠仙界的理由 我也相信他此次回归祖庭一定可以完成当年他未曾完成的事业 你信追随他的人会信吗 小天尊嘴角动了动压低嗓音免得自己吼出来 我见过那些追随他的叔伯失望的样子 见到他们一下子苍老起来 见到被他唤醒的神魔石化成勇封闭自我 连领袖都已投敌 他让他们绝望了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将小天尊和玄崖子惊醒 两人不再说话 各自抬头望去 但见雷击来自远处 那口插在天地间的诛仙断剑附近 无数雷霆围绕那口巨大的断剑交击 每时每刻都有万千道雷霆落在断剑上 突然一道剑光自诛仙残剑中射出 寒光一闪便来到诛仙绝壁处 一闪即没消失无踪 发生了什么事 小天尊和玄崖子心中一惊急忙看去 刚才那一幕发生的太快 他们也没有看清从诛仙残剑上射出的剑气 到底落在何处 不过那诛仙残剑顶天立地 更在天地之间自成道相 恐怖无比 其聚集天地雷霆发出的一击 定然威使惊天动地 怎么会到了诛仙绝壁便无声无息消失无踪呢 突然许应从悟道之中醒来 抬手摸了摸额头 看向手指 手指上有一滴鲜血 他的眉心处也有一道血痕 不过很快伤口便愈合了 许应面色古怪 看着纸端的血珠若有所思 他旁若无人来到诛仙绝壁前 抬手虚虚披下 诛仙绝壁上的剑绝便被他平整切下 绝壁外的毕游宫弟子长老纷纷惊呼 正要冲过去阻挡 便见面前万千剑气纷纷而起 自己稍有异动 只怕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悬崖子声音传来 诸位稍安勿躁 徐道兄是在为我毕游宫补全剑绝 徐英以剑为笔刷刷刷的笔走龙蛇 在绝壁上重新输刻新的剑绝 过了片刻 一篇新的剑绝写成 他新撰写的剑绝补上了过去的不足和漏洞 不再那么凶险 动不动便取人性命 而且新诸仙剑绝的威力更大更容易修炼 可以助毕游宗很多弟子修行 徐英收了剑气离开绝壁 悬崖子急忙率众相迎 远远便攻身失礼 徐英还礼 小天尊淡淡说道 好了收拾一下 我们该启程了 雅叔去备车 我们走 祁礼念上 徐英向悬崖子挥了挥手 一游未尽 我与悬崖子相谈甚欢 他气量大 面词心善 我当与他一劫进来 小天尊哼了一声 哼 面词心善 这老道从来心黑得很 也就是在你面前心善 诸仙残剑的剑光是落在你身上的对不对 许英迟疑一下点了点头 小天尊目光学亮 发生了什么事 许英犹豫片刻实话相告 我的朱仙剑道相断了 断的与那口悬在天地间的朱仙残剑一样 小天尊正住 许英坦然敞开自己的引颈前化地 那里各种道相漂浮 有如仙境 正是许英的六仙之玉 其中有一口大剑形如朱仙 道悬于天地之间 绝世之剑没有把柄 只有锋芒 小天尊询问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许英摇头 我先前补全了仙剑道相 变成完整的朱仙剑 但是因为补全反而有了破绽 现在残缺了 破绽反而就不存在了 而且 我与那口朱仙 他指了指远处更在天地间的残剑 剑身云雾飘渺 面色古怪 像是有了些奇妙的感应 第716集 无流道人 因为残缺反而没有破绽 因为圆满反而有了破绽 小天尊若有所思 望向朱仙残剑 此刻奇林年正自从残剑旁驶过 相距那口巨剑还有数十里 绝世凶器 便已经让那对末其林难以成熟 不敢再靠近 朱仙残剑的剑意太强大了 附近千里 生机灭绝 没有任何活物的迹象 一根草也不生长 小天尊望向朱仙残剑的断处 心有所得 朱仙剑之所以断在那里 表明那里是弱点 所以把柄被人打碎 只剩下残剑 而剩下的部分坚不可摧 因此留存至今 许英尝试补全朱仙剑 反而让自己的神通有了破绽 朱仙残剑斩断他的引颈道向 便是指出他的神通剑平不平的破绽 那么朱仙剑与许英建立感应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小天尊目光闪动 这是数万年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自许英重回祖庭 祖庭便发生了许多了不得的大事 比如盗起之地复苏 比如乱星海险盛 还有便是朱仙剑雷击事件 当年我随少年师傅闯荡祖庭四处作乱 惹得祖庭鸡飞狗跳 那种日子好久不曾经历了 小天尊回忆往昔 曾有一段时间 他觉得许英做事胆大包天 肆意妄为不计后果 因此他行事便老成了许多 但此刻重温旧事 竟觉得这种经历 才是他此生最美好的经历 祖庭 玄机群山神魔林立 各自庇护一方百姓 此地多有荒山野庙无人祭祀 花错影从一座破庙中走出 身后香炉中香火鸟鸟 香火即将烧尽 而庙宇中显盛的魔神 也随着香火之气的消散而消散 回归天地之间 这宫庄少女四下打量松了口气 他前些日子打算决战楚天都 结果却遇到老对头楚香香 迫不得已与楚香香一战 此战他虽然最后胜出 但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被一条大蛇记起一口散发鲜光的铜钟打落下来 那条大蛇带着钟扬言要杀他夺宝 抢夺十二重楼和挪祖洞天这两大宝物 追杀他大半个月 追得他东躲西藏无暇疗伤 大蛇和大钟出手狠辣神通复杂 华错影虽因与楚香香一战而受伤 但实力依旧不凡 但是面对这一蛇一钟 竟不能挡 幸好他逃到玄机群山 此地神魔众多 他躲到一处野庙中 给此地的野神上香 那魔神已经消亡了不知多少万年 被他香火唤醒 于是布下阵势 瞒过大蛇的搜捕 华错影 这才得以逃过大蛇的追杀 养了几日烧 我现在伤势恢复七八分 倘若那条大蛇再追上来 我便可以将之格杀 华错影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就在这时十二重楼中传来一个声音 影儿 华错影急忙攻身请出十二重楼 只见这座楼台中鲜光充盈 第十二层楼门户开启 走出一位看似四十许岁的男子 衣着光鲜考究 却不奢华 腰间挂着一块玉佩 如同一位有涵养的世家之主 那男子便是为虚花家的家主 也被人称作五绝先王 哈哈哈 影儿 有消息传来 说小天尊前往混员宫 诸天万界的许多高手都敢往那里 你便去一趟混员宫 画错影称是 我画家从前常与小天尊合作 对付彭兰 这次父亲的意思是 除掉小天尊 哈哈哈 这次小天尊遭到重创 便是出自为父手笔 为父调动诸天万界的五绝宗 布下万仙五绝阵 这才将他重伤 如今正值收割果实之时 花错影惊讶地抬头 目光中有些困惑不解 五绝先王转身走入楼中 哈哈哈 你尽管去 不必担心你的安危 因为混员宫一战 为父也会现身 花错影再度攻身 五绝先王走入十二重楼便消失不见 他收起十二重楼 吃一片刻 心中还是有些忧远 父亲既然暗算小天尊 为何不提前通知我 她是五绝先王之女 身处魔狱 又因为挑战楚天都 名声大噪 小天尊被五绝先王暗算 遭到重创 这件事传出 他势必会受到许多魔狱强者的围攻 围剿为小天尊报仇 五绝先王却没有提前告诉他此事 让他心中多少有些不满 但他还是向混员宫而去 他刚走没多久 突然腰风阵阵 一朵腰云飞来 黑压压一片笼罩数百里 从那朵腰云中垂下一颗巨大的脑袋 似龙飞龙 长着黑白二角 黑白二角之间有阴阳二气形成太极图案 那脑袋从腰云中落下 垂到破庙前 吐出一条长长的星红分叉舌头 感触空气中的各种味道 花错影来过这里 大蛇叫道 那小娘子一定是躲在附近 借魔神之力避开我们的追击 不过他这次显露踪迹 便难掏我的舌头 咱们追 一口泛着鲜光的大钟飞出 声音中有些不安 哎呀 季爷 此女一定是恢复了几分 觉得有实力对抗我们 所以才显露身形引诱我们前去 暴追杀之仇 咱们还是回到棚来 从长起 哎呀 忠爷啊 你胆也忒小了些吧 你没发现吗 阿硬这些日子 对我们的感情荡啊 出去都不带着我们 如今啊 正是我们进宫的时候 倘若拿下那女子 夺了她身上的十二重楼 和奴祖洞天 交给阿硬 我们必得恩宠 大钟犹豫 坟头草丛圆起脑袋上钻处迎风点头 大钟终于下定决心 好 就做他一场 另一边 纳兰都攻身记起先到瑶池 只见瑶池之水凝聚 化作第九先王的形态 从瑶池上走向 都阿 小天尊前往混员工 现在是铲除小天尊 吞并魔狱的绝佳时机 你我师徒联媚前往混员工 不要措施良机 纳兰都称是 与他并肩而行 这个为虚年轻强者 这些日子一观不整 胡子拉叉 不负从前的少年英气 黯然说道 师尊 弟子辜负你的厚爱 白落在楚天都之手 第九先王不以为意 唉 一时胜负 岂能定一世输赢 为师早年 战败过不知多少次 最终 登临先王之位 往日那些胜过的人 又在哪里啊 他语重心长 你看 为师曾是仙界的先王 名声赫赫 因为除魔未到之战 而遭人陷害 沦落为虚 为师若是像你这样 因为一场战败 而一蹶不振 又岂能坐上先王宝座 又岂能东山再起啊 纳兰都备受鼓舞躬身说道 多谢师尊教导 第七百一十七集 五柳道人 参到台上 玄武神龟背着蓬莱仙山也在动身 赶往混员宫 玄武速度看似慢 实则很快 拉着蓬莱群山风驰电车 群山上 蓬莱朱仙紧张兮兮 不住的向外张望 唯恐被魔神发现 杀到山上来 古叶仙子催动玄公 查看众人因果 大家因果极昼 此去混员宫 恐怕要遭劫遭难 袁天刚跟随神婆 学习算命摇着头 我却算得是冯凶化吉的吉兆 古叶仙子冷笑 哼 算卦之术虚无缥缈 往往以模棱两可的画术来科门拐骗 你的卦象一定不准 我因果律法 知人过去已断未来 才是真正的神迹妙算 哈哈哈哈 先姑 你因果律法虽然看得清楚分明 但未来走势 却未必按照因果而来 以过去断未来 必有疏漏 古叶仙子文言觉得有些道理 对她的不算之法有些好奇 又拉不下脸去求教神婆 你吸吸收拾 彭来祖师言语 见到他们二人凑在一起 越聊越投机 不觉得悲从心来 泪眼泼梭 彭来朱仙纷纷安慰 哎 祖师放宽心 从前不是你的 现在也不是你的而已 林天华也安慰道 对啊 祖师 从未得到过 又弹劾伤心 突然 一道仙光从彭来仙境旁边飞驰而过 那仙光遁止乃是一柄仙剑所画的绕体剑光 剑光中有一道人向彭来仙山望来 不觉露出贪婪之色 但见彭来中群仙实力非凡 那道人也不禁迟除一下 随即转身飞去不作停留 彭来群仙见状各自差异 就在此时天空中一道又一道仙光飞过 引得祖庭大地上的仙道异常区域变得极为活跃 片片仙光涌动 彭来群仙纷纷张望 惊意不定 只见那道道仙光是一件件仙气 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修饰 带着那些仙气光明正大的在祖庭上空赶路 他们所过之处仙气的仙道 与仙道异常区域的仙道共鸣 引得那些异常区域向外扩张 侵吞不知多少来不及逃走的生灵 这么多仙气 难道又是五绝仙王暗算小天寸 彭来群仙交头接耳 一个声音传来 五绝仙王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够调动各界阵教仙气的存在 来头只会比五绝仙王更大 众人寻生看去 却是神婆在说话 仙界留下一个非生名额 但凡杀了小天尊 便可以得到这个非生名额 非生仙界 众人闻言不由激动起来 严羽把旧爱姑业丢在一边叫道 杀掉小天尊 非生仙界 众人一呼百应 神婆皱眉心想着 严羽这次 每次都能把气氛带骗 他只好不管他们 让玄武神规继续启程 麒麟年又一次停下 这次停在一片古老的山林中 此地只有一座庙宇 小天尊继续疗养伤势 身后时不时有六大洞天旋转一下 只是他的伤势依旧很重 未曾恢复到巅峰状态 将他重创的是五绝仙王和万仙五绝阵 破了他的神功七转 再加上对方是仙王留下的道伤 极为难以去除治愈 至于苍越真人留下的道伤 已经基本上痊愈 两只墨其林歇脚 小天尊修炼 周牙叔也在努力修行 消化路上小天尊所传的道法 许应闲来无事便在这座庙宇中闲转 这座庙宇古老而沉旧 但是并不破 庙中的香火不剩 比起其他守护一方的神魔大庙来说 这里显得有些穷酸 供奉在神龛上的神魔 是一尊凶神恶煞的雕塑 没有厚重的香火之气 许应四周转了一周 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便来到庙外 庙后有座山 有守庙的道人正从山上回来 手中挑着两个箩筐 筐里还有些残存的香灰 许应询问道人 这庙中供奉的是何方神圣 供奉的是个无民之辈 也不知是什么来头 反正很久之前便在这里了 那道人放下扁的 我是庙里的杂役 名叫吴柳 庙里堆积的香火太多了 便丢到山上堆肥 种些果树 客人从哪里来 平日里拜哪尊神灵 我从海外来的 不拜神 做亏心事的话 就得拜神 你没做过亏心事 许应想了想 我从不做亏心事 吴柳道人诧异看他一眼 问心无愧的人倒是少见 既然遇到了 小道士一定要请你喝两杯 他收拾担子 在庙里摆上韭菜 请许应落座 两人斟酒对饮 前来烧香的人很多 经过两人身旁 见到两人居然在庙里饮酒作乐 都是大皱眉头 吴柳道人笑道 兄太说自己存不做亏心事 道人听说过一件事 你来断一断 看看亏不亏心 话说从前 有个逃难的少年 到了一个村子 那村子也不富足 村子里外都有妖魔作祟 村民死的死 逃的逃 还有外村的人说 他们就是妖魔 他为徐应针酒 这少年在村子里闯了很多祸 差点把全村人弄死 但也救下了很多人 他带着几个胆子大的村民 打妖魔 还教他们法术 说要让村民们都过上好日子 大家都很有奔道 便选了他做村长 他端起酒杯放在唇边 却没有饮下 后来突然有一天 这个少年就不见了 有人发现他投靠了妖魔 你说这事儿 那少年亏不亏心 徐应想了想 倘若这少年没有来过村子 村子会如何 五六道人思索片刻 大概会更惨吧 既然少年来过村子 也救过村子 又为何会亏心呢 五六道人脸色黯然放下酒杯 大概是没有见过希望 便不知道绝望是何物吧 那少年把希望带进来 又毁掉了他 所以才会更绝望吧 哦 的确如此 那少年后来怎么样了 五六道人正正出神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后来 我听说他反出仙剑 被让暗损在路上 一直镇压至今 只是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他像是作业了 拎着酒坛 摇摇晃晃起身走出庙宇 徐英跟过去 只见那道人向山上去了 徐英走上前去 突然只觉落足松软 用脚拨了拨地面 只见整座山都是由香灰构成 第七百一十八集 第一室的有人们 他醒悟过来 这座庙宇供奉的 并非那尊凶神恶煞的神像 而是作为五柳道人 来到这座不起眼的庙宇 静香的人们 他们的香火化作灰烬 被五柳道人清扫送到庙后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这样一座大山 而那些静香的人们 谁也不曾想到 他们求神拜神 其实那尊神就在他们身边 就是庙中那个不起眼的扫地道人 徐英望向山顶 香灰堆积成山 香火之力必然无比雄浑 其实力之强横难以想象 他是才说的 那个闯入村庄的少年 其实就是我吧 他口中的村庄 其实就是祖庭 他应该是我第一 史实认识的人 这个五柳道人 向他讲述那个故事 应该是当年追随他的人 因为有了希望 才更失望 所以意志消沉 隐居在此 可是我不记得 当年我做过什么了 徐英向身边的柳树低声说道 他不记得了 他的记忆被人封印 四万多年来颠沛流离 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被人安排的命运 浑浑噩噩 像是一个傻子 山顶 五六道人坐在树下 首领酒坛搭在西头 往向远方 他的目光悠悠 似乎在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曾经有一段流金流火的岁月 在他年轻时候燃烧他的青春 让他热情洋溢去面对世间的险恶 妄却危险不顾生死 而这一切都随着那人的飞升而渐渐淡了 终至于被埋没在相回之下 他心如死灰 这时候一个声音传来 五六先生 有一天师尊醒来呼唤你们 你会赴约吗 五六道人寻声望去 只见白衣袖是小天尊迈步走来 气度淡雅 有一种从容不破 香火烧尽化作灰 还能再点燃吗 五六道人抬起酒坛仰头痛饮 这世上 已经没有什么五六先生 只有五六道人 出家人谈什么往日情谊 谈什么打打杀杀 他自嘲一笑 小天尊 我知道你的来意 无非是把你师尊请过来 让我见一见他 说不定能让我出山助他 我告诉你 没可能 除非 他指了指自己的脚下 除非把这座山点燃 否则我绝对不会出山 小天尊脸色黯然转身离去 打扰了先生的清静 五六道人目送他远去继续饮酒 自言自语 这里的香灰 第一把就是死的 烧干净了 不可能再被点燃 永远不可能 两只墨麒麟休息完毕 再度振奋精神继续启程 徐映坐在麒麟脸中 看向渐渐远去的香灰山 小天尊 当年的我 真的是 十恶不赦大奸大恶吗 小天尊目光扫来 过了片刻 有些人眼里或许如此吧 不过在有些人的眼中 你是他们的英雄 徐映微微一正露出笑容 麒麟脸从一株伟岸的枯树下驶过 那株树木连根拔起 已经枯萎 但是经久不腐不烂 依旧斜躺在天地间 宝脸从树下穿过 徐映仰头看着这株难以想象的神树 心中只觉震撼与荒凉 他们在这株树前方的城市亭下 这里的城市名叫剑木 生活着许多祖庭的人们 镇守此地的神魔数量众多 各个香火鼎盛 一尊伟岸的神奇俯下身子 双手撑住城墙 巨大的面目几乎怼在麒麟宝脸上 目光望向眼中的徐映 突然那魔神哈哈大笑讥讽 这不是徐天尊吗 听说你做了仙界走狗 怎么在仙界混不下去了 回来享福了 小天尊说道 潘师叔 不要叫我潘师叔 那魔神冷笑 哼 我是魔神 不是炼器士 与你们这些狗蛋炼器士 没有半文钱关系 信仰我的 才是我的子弥 不信我的 都是狗屎蛋子 向我上香 不然滚蛋 还记得当年 那潘魔神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巨大包散 直接抵在麒麟碾前方 小天尊 别给我提到你 你虽然被尊为小天尊 但在祖庭 在我面前 你未必能成尊 小天尊皱眉 徐映站起身来 小潘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从前若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 潘魔神见到他怒不可遏 猛地将包散打开 顿时一股太股神力 自散中爆发 徐映话还没来得及 说完只说出一个潘子 那两只莫麒麟 再难克制对潘魔神的恐惧 足下放光 呼啸踏光而去 呼的一声 麒麟碾的华盖顿时红光大作 华盖呼啸旋转 从车上飞起 化作一把巨散 如同天幕倒扣下来 护住宝念中的三人和两只莫麒麟 恐怖的风暴传来 仿佛又无双魔神攻打麒麟碾 那华盖下的鹰落垂珠 已经化作漫天星辰 忽然便见群星紊乱 接着又凝聚起来 化作星河一道 呼啦啦的向上飞去 像是被一只深渊大口将群星吞噬 徐英仰头 看得头皮发麻 却见那几颗大如烤老的明珠 各自飞起落入天盖之中 化作几轮太阳和明月将天空照亮 但是下一刻 一轮轮太阳和月亮相继被吞噬 徐英额头冒出冷汗 看向小天尊 他记得小天尊对自己的麒麟宝碾极为自信 曾经说过 单单华盖便是连祖亭排名第三的苍月真人 都无法攻破其防御 然而现在 在那潘魔神的攻击下 华盖在短短时间便几乎被拆解 小天尊迎上他质疑的目光迟疑一下 不要反抗 他发泄一下就过去了 你若是反抗 他便来劲了 要与你算一算四万八千年的旧账 我有过经验 徐英原本打算出手 与这个潘魔神搏一搏 文言心头一突 又是当年基下的福报 还等一下 小天尊说他有过经验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从前来过这里 被潘魔神打过 第七百一十九集 第一世的有人们 碰的一声 华盖形成天穹被砸破 域外天光泄露下来 这一击巨大的力量压下 让宝年剧烈震颤 两只墨其林乃是祭道人那般的强者 也被这股力量压得发出哀鸣 再也控制不住身形 带着麒麟脸连帆滚从高空砸落 小天尊毫不慌张 吩咐周牙叔 你抓稳些 不要被甩飞出去 周牙叔脸色苍白 连忙抓住安插滑盖的青铜把柄 宝年连麒麟带戳 一起狠狠地撞在一座山头上 连帆滚砸入山林 又从山林中砸入一片仙道异常区域 从那片异常区域撞出 栽到一片水中 两只墨其林受伤 奋力挣扎 将宝年从水中拉出 小天尊顺手帮周牙叔解开身上的仙道变异 刚才砸入仙道异常区域时 周牙叔修为较弱 被仙道污染 短短时间便肉身原神发生异变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两只墨其林拉着宝年 夺鲁而逃 后方传来呼啸声 却是宝年的滑盖被人打得不满窟窿 旋转着被人呼啸指出 往上跳 小天尊提醒两只墨其林 两只墨其林足塔相光奋力向上跳去 巨大的滑盖羞的一声从他们脚下飞过 将远处的一座山头削断 滑盖继续向前飞去 不知飞往何处去了 潘磨神降落在一座山头上 手煮着混天饱散鹤马 算你们跑得快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这群狗蛋 徐英脸色铁青回头怒道 小天尊 他叫我们狗蛋 这你都忍了 小天尊面色如常 他叫谁都叫狗蛋 当年你也被骂过不知多少次 我没干掉他 小天尊摇头 没有 你还和他拜了把兄弟 徐英眨眨眼睛 小天尊 那你叫他潘叔 你叫什么 小天尊面色微沉 徐英 别忘记 你是我阶下囚 玩笑不要开得过分 徐英看着他面带笑容 小天尊面沉如水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徐英见他不上道 只好一开目光 潘莫神的真名叫什么 他不是魔神 真名叫做潘毅 是我那个时期的炼器士 当年也是追随你 自从你飞升之后 他便在贱目成混日子 谁敢在他面前提你 便会被他打得只有舌头能动 不过他不会真的下狠手 最多只是教训教训 花盖呼啸飞回插在宝脸上 只是鹰落垂珠七零八落 考老大的明珠不翼而飞 花盖上也破了好几个大洞 上面有阳光洒下 周牙叔说道 师尊要修一修吗 小天尊不以为意摇头 先放着 一会儿可能会更糟糕 周牙叔不解其意 说话之间 麒麟年载着他们来到一片广袤荒原 这里山河破碎一片荒凉 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倒塌的楼宇建筑 远远看去 有四尊伟岸雕像站在荒原之中 高千余长各个金区挺拔 尽显难而体魄张力 这四尊雕像带给人无以伦比的压迫感 便像是石像内封印着强大的内心 当石像化作血肉之躯时 这股力量便要爆发 石破天惊翻天覆地 小天尊示意两只麦麒麟 停在四尊石像的中间 挑拂在半空 两只麦麒麟一言照做 但站在降光中身躯颤抖 鳞片也被抖得哗啦啦作响 突然 石块挪动的声音传来 徐英看去 只见其中一尊石像的眼球 竟然在缓缓挪动 目光向他看来 这石像的眼睛奇特 共有三只眼睛 额头处有一只树眼 就在眉心 这时 其他石像也传来石块挪动的声响 石像们 竟然眼睛都在缓慢移动 小天尊见状 心中一喜 四尾师叔 今日我带来一位故人 滚 不知哪尊石像里传来山崩海啸般的巨像 小天尊立刻抬手 起架 两只墨沁林如萌大树 立刻撒腿狂奔 拉着宝年化作一道流光而去 小天尊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头顶一团轻起冲天而起 将破破烂烂的滑盖寄起 果然后方一片明亮 其中一尊神像回头 眉心树眼光芒大放 一道黄黄光柱照来 砰的一声 那滑盖被那神光洞穿 又炸开一个大洞 砰砰的 另外两尊石像也转头 眉心树眼射出一道光柱 滑盖又多出两个大洞 十尊神机妙算 朱牙叔探服 小天尊摇头 并非神机妙算 只是惊艳使然 许应回头望去 只见四尊十相都已经恢复血肉之躯 其中没有动手的那个巨人 正在劝慰其他三个三眼巨人 他们是我当年的友人 小天尊点头 嗯 他们的神眼便是因你才能炼成 这四位师叔是零加四节 为首劝人的便是零不凡 许应回头望去 他还在劝其他人 当年与我关系一定极好 小天尊摇头 当年的关系的确不坏 不过我这些年遇到他时 他总是劝我不要报复你 一定要等到你恢复记忆再报复你 那样才痛快 才有快感 他多半也是这样劝其他三兄弟 许应黑着脸 醒醒不渝 又过两日 麒麟念终于来到混员宫 远远望去 混员宫所在的山巒宛如仙境 仙光缭绕 烟霞凝锐 有几株仙树在山中散发下光 一些仙草土露清分 神龙长吟藏于山巒瀑布之间采凤隆友 棄于梧桐仙之之上 混员宫外子气通天 仿佛天河从天而降 子气之中有鸟转重文 写救紫薇二字 徐应正字赞叹 胡见这片混员宫处处隐藏杀戟 心头一突 小天尊示意麒麟念停下 起身向埋伏走去 若是不是雷霆手段 世人还不知我为何叫做小天尊 本集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七百二十集 坏我好事 小天尊迎着混员宫走去 此地距离混员宫还有上百里 沿途群山淋漓 突然一件件仙气自山巒之中升腾而起 顿时 苍天像是露了无数个窟窿 这些仙气一端在祖庭 一端在遥远的仙界 借于仙界与祖庭之间仿佛连接仙凡的通道 仙气又像是仙界的仙人掌控凡间的触手 道道仙光自仙界洒下落在仙气上 让大大小小的仙气散发夺目的光彩 许英望向那些仙气微微皱眉 察觉到哪里有些不对 他擅长朱天感应 神识极为敏锐 这些仙气固然强大 但是带给他不安的感觉 却并非是这些仙气 而是另有其物 混员宫附近有危险 许英心想 小天尊迎着紫薇混员宫走去 气氛极为压抑 却始终无人动弹 一双双目光落在他身上 那些仙气下是一位位来自诸天万界的高手 修为实力非凡 这些人在各自的世界久复盛名 是各地民俗 得到各自祖师的金转仙武来杀小天尊 争夺这一个成仙名额 他们看向小天尊的眼神不像是看一个活人 而像是在看一个让他们飞升的工具 自大恶人断去天路 大魔头引发超级天洁 无人能够飞升 而今终于有了一个飞升名额 他们一定要牢牢抓住 杀起营野冲涩天地 突然一位高级道人向这边飞来 头顶一口仙钟远远地便高声说道 来者可是魔狱小天尊 小天尊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 一身白衣在诸多仙家重宝的硬衬下 显得更加的醒目 祖庭并非魔狱 他衣袖灰符身后浮现出伟岸元神 顶天立地 与他同时腐朽 那高级道人还未来得及说话 也未曾来得及有任何动作 头顶的仙钟垂下的仙道光幕便自破碎 道人砰的一声炸开化作一团血雾 面对这等强者 诸天万劫的高手心中都是一寒 那高级道人竟然连肉身元神都自炸开化作积焚 魔头 仙钟内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接着那口仙钟呼啸而来 终声大作自行向小天尊攻去 周杰掀起有灵被供奉了不知多久 变得异常强大 他背靠仙界终声蕴藏仙音 乱人道相道闻 功法身心元神极为厉害 小天尊抬手 一拳打出突然终声暗哑 那口仙钟被他一拳打穿 中壁上各种仙道符文扭曲错乱 明灭不定 小天尊授拳 面色露出一丝笑容 而那口仙钟中壁上的各种仙道符文暗淡下来 肺同一般从空中跌落 天空中的仙界通道也少了一道 四周鸦雀无声 却无人上前 这时 一阵急速划过的琵琶声响起 细细碎碎 仿佛在催人前行 琵琶声中呆着萧瑟杀气 小天尊面带笑容迈开脚步向会员工走去 那琵琶声越来越急 越来越紧 声音却很低微 像是佳人御守急促的拨弄琴弦 声音催得人心跳加速 小天尊走入埋伏圈 其实已经不能说是埋伏圈了 诸天万界来到此地的高手 已经光明正大的亮出仙气 准备收割他的性命 突然 争的一声 灰色的琴声响起 鼓拙 空灵 悠扬 但让杀气变得更浓 琴声响起的刹那 一位来自原缝世界的强者忍不住一声长啸 被杀气所催动 抬手抓起 掀起神龙杖 全力催动仙气 向小天尊杀去 他原本不应该在这时出手 应该等到小天尊深入埋伏之中 群雄摒起 各种仙气一发催动 向小天尊压下时 他再出手便稳妥了 但那琵琶声自带的杀气催人心魄 琴声中暗藏的杀气更是助长他心头的杀机 琴声想起的那一刻 他的道心便已经乱了 被琴声和琵琶声蕴藏的杀气催动 不由自主出手 他出手之时 外围一个个暗兵不动的朱天高手 顿时再难忍住 也纷纷记起仙气 向小天尊杀来 争争争的 那琴声连拨三响 刹那间便将战场引动 带起无尽的销索杀气 琵琶声响 猎波之声大作 杀气废法迎天 想出山谷 众人呼喊 蜂涌而来 下一刻 掀起神龙杖被一拳打完 神龙杖化作的神龙全身鳞片炸裂 片片向后射出 羞羞作响 那神龙筋骨啪啪断裂 金肉扭曲成一团 小天尊这一拳打的这剑 仙气精气涣散 道门碎裂 原凤世界那位高手握住神龙杖的双手 咔嚓断裂 碎骨向后射去 而他的肉身元神 已经被飞来的神龙鳞片刺穿 千疮百孔 白衣如雪的小天尊从他身边闪过 在琵琶声中掌力迎上一口仙剑 仙剑撞在他掌心中 从剑尖开始炸裂 一直炸到剑柄 而握剑的手迎上小天尊的掌力 手掌也开始炸开 然后是手臂 从手腕一直向后摧毁到肩胛骨 记起先见的那位高手半个身子 背着一掌打得蒸发的干干净净 就在此时 一座小巧金山被人记起 在半空中化作万刃金山 光芒灿灿 向小天尊压下 小天尊的身躯被压得猛的一沉 记起金山的高手大喜 我再压住他了 小天尊抬手向金山拍去 万刃金山层叠扭曲押在一起 请客间便化作一张巨大的金饼 向天外破空而去 那琵琶声和琴声变得更急更紧 杀气营销 更多的强者记起各自掀气 向这边冲来 小天尊的身影在人群中闪动 如猛虎 如蛟龙 生猛凶恶 难与异合之敌 所过之处一件件掀气 纷纷炸开 一具具鲜活的肉身化作没有生命的尸体 混元宫中 纳兰都和花错影各自势力 坐着的人不是他们二人 而是五爵先王和第九先王的化身 两尊先王无法直接离开为虚 只能以化身降临 但两位先王的化身 此次也未能坐上主位 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锦衣少年 头顶竖发紫金棺 面目白皙 面如星月 很是俊朗 俊朗 俊朗